这两个倒霉孩子竟然盯上了妈妈的屁股 他们准备给妈妈把针 于是两人拿着牙刷悄悄走上前 对着妈妈的翘臀狠狠来了一下 妈妈立马疼得大叫冲出门外 直接撞上了对门邻居 男人当场被撞得鼻子鲜血直流 女人感到非常抱歉 连忙上前帮忙擦拭 但却被男人一把推开了 男人说自己没事 但女人还是不太放心 只能强塞一瓶酸奶给他作为补偿 随后转头回家准备狠狠教训孩子们一顿 爱玲便立马投了简历 没想到隔天就被通知 这让爱玲顿时开心不已 然而一向节俭了他 很少买新衣服 为了体面地去应聘 只能拿出自己没生孩子前的衣服 把自己应生生地塞了进去 随即便匆忙跑出门去应聘 而另一边的金本一直想查出暗算自己的人 便时刻秘密关注着组织的活动 突然他从网上的塔罗牌上获得了组织上新的信息 得知杀手的位置就在星光塔 于是他也立马赶了过去 却不曾想在电梯里又遇到了爱玲 爱玲询问他鼻子还痛不痛 但金本却没有理他 可依林还是喋喋不休 唠叨着蛋糕店的打折活动 令金本感到莫名其妙 于是电梯门一开 金本就立马夺门而逃 很快爱玲就到了面试地点 这家公司的老板叫陈龙泰 他是一个暗中贩卖高端武器装备的总司犯 还是个花心的猥琐男 最喜欢顾长的漂亮的秘书 而当他得知爱玲不仅结了婚 还有一对双胞胎儿女时 这才意识到这肯定是前秘书故意整她的 心里顿时崩溃了 紧接着就把所有的气撒在爱玲身上 让她立即滚出去 但爱玲没有就此离开 而是距离力争 最终还是因为自己这些年 在家专职妈妈的缘故 遭到陈龙泰的残忍拒绝 另一边的金本也来到了这家公司楼下 可在准备上楼时 却意外听见一个和严谨一样的声音 她以为是女友复活了 好奇地走上前查看 却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 这个男人一走进家门 就被小孩的玩具砸到脚 疼得他开始对妻子破口大骂 指责他整天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 每天在家这么轻松 也不知道把家里收拾一下 然而同样在家忙碌一天的爱玲 实在忍不下去了 将这些年一直对丈夫的忍耐 全部发泄了出来 原来丈夫不只是生气家里的惨状 而是生气爱玲乱花钱 原来白天男人在工作时 突然收到一大堆消费记录 然而她并不知道这些消费 都是孩子闯祸而来的 下午爱玲带着孩子去蛋糕店 和邻居们聚会 就在她不住一时 孩子跑去将店里许多生日蛋糕上的 可爱造型一个一个拔了下来 这才导致爱玲无奈 只能将所有被损坏的蛋糕买下 然而男人忍了一肚子气 就是想回家指责爱玲 这一次爱玲忍不下去了 跑进房间提着行李 就要离家出走 可出门后爱玲才意识到自己无处可去 这时天空下起了雨 爱玲只好先跑到公交站牌下躲雨 爱面子的爱玲不肯先向丈夫低头 只好想办法先找个落脚的地方 可此时的她才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 手机也落在了家里 崩溃不已的她感到一些凉意 想从行李箱中拿出一件衬衫穿 却打开后才发现里面装的全是孩子的玩具 欲哭无泪的她只好蜷缩在站台下 然而另一边的金本在回家时 在电梯前发现了一个钱包 这时她才想起刚刚碰到拖着行李的爱玲 想到钱包应该是她的 所以一路追了过去 想要把钱包还给她 可以聆听到身后的脚步生物以为是遇到了狼人 随即从行李箱里掏出一把玩具枪 转身对准了金本 然而金本以为对方拿的是真枪 于是就在爱玲扣动扳机时 金本本能地躺在地上 爱玲见状立马大笑了起来 感觉到尴尬的金本急忙站起身 劝爱玲赶紧回家带孩子 接着还帮爱玲把行李箱给拎了回去 可到了门口 爱玲却不敢进去 直到被金本逼破 她才厚着脸皮进了家门 可等她进去时 才发现整个屋子居然整整齐齐的 焕然一新 这一下顿时让爱玲感到很开心 随后她直接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了过去 第二天 爱玲醒来后 发现丈夫已经去上班了 而丈夫还在桌上给她留了一些钱和道歉信 丈夫让爱玲拿着钱去买几件新衣服 爱玲顿时兴奋不已 开心地拉着一个要好的姐妹去商场购买了新衣服 而另一边的国家议员文成珠 坚决反对购买武器的事情 她提出要立即召开会议 可就在去往车库开车的时候 文成珠却惨遭杀手的刺杀 而这一幕正好被前去催倒的爱玲丈夫看到了 她吓得脸都绿了 急匆匆驾车逃走 可当她进入自家小区以为安全时 身后却突然出现一个杀手 把致命针打进她的脖子 最终她还是没有逃过这一点 直接倒在电梯门口 而此时的爱玲在家里已经做好了一桌饭菜 等待老公的回家 随着时间慢慢流逝 她开始觉察到不对劲 立马打电话给老公 可电话那头却传来小区保安的声音 就在刚刚 男人不小心目睹凶手杀人的过程 第一次看到这么恐怖的画面 男人吓得腿都软了 只能开车先逃走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杀手竟然跟踪她到自家小区里 然后在电梯门口趁她不注意时将其杀害 过了一会后 倒在地上的男人才被小区保安给发现 保安也立即将此事告知妻子爱玲 很快爱玲将丈夫送到医院抢救 可已经来晚了 男人已经没了生命体征 爱玲面对丈夫的突然离世感到痛苦不已 跪在地上恳求丈夫不要就这样丢下自己和孩子们 但事已愿违 而另一边的金本正事也正巧在电视上 看到了文成珠意外死亡的消息 便决定前去葬礼上一探究竟 然而她也从中调查到文成珠生前 一直反对购买新武器的事情 所以金本觉得文成珠的死病没那么简单 而国情院药员秀妍对文成珠的死亡也充满了怀疑 于是她来到院长办公室申请调查 文成珠的突然死亡一事 脾气火爆的她忍不住对着院长大发脾气 最后院长告知她只有拿到证据 才可以立案 除了院长办公室的秀妍遇到了整日挑剔的全英式次长 秀妍不愿和全次长多说什么 便找了个理由躲过去 而另一边的金本刚参加完文成珠的葬礼 正要离开殡仪馆时 意外看到了痛哭不止的爱玲 她好奇地抬头一看 才发现原来是她丈夫死了 为此金本心里开始有些心疼爱玲 可就在这时 全次长带人从文成珠的葬礼上走了出来 正巧看见了金本 于是她立即派人追踪过去 然而金本也发现自己的身份暴露 立马撒起腿就开始狂奔 紧接着全次长还命令国情院特工天才黑客罗道宇打开监控查看 第一时间汇报金本的去向 而此时的秀妍也从监控里看到了金本 顿时吓了一跳 原来秀妍曾经是金本的队友 于是立马叫罗道宇跟踪上她 但最后金本在众多人的眼皮底下假扮成宝结缘 成功逃走了 而另一边杀手K杀完文成珠和爱玲丈夫后找到具国际的陈龙泰 告诉她自己刚当多杀了一个人 因为她看到了自己杀害文成珠的过程 所以只好将她杀害 然而听到这里的陈龙泰表示很无奈 只好让她先出国避一避 但杀手K却想要斩草出根 就是将爱玲一家都给杀了 而现在最先要除掉就是他们那对双胞胎 于是她偷偷潜入爱玲家小区 趁两个孩子在那单独玩耍时 悄悄把他们给带走了 没过一回 邻居大叔发现孩子不见了 着急忙慌地打电话给孩子的妈妈告知此事 爱玲得知后立即心急火燎地从葬礼上跑了回来 本来丈夫的意外死亡 已经使得原本紧张的家里陷入困难 现在孩子又被人掳走 整个家更是雪上加霜 好在小区家庭主妇组织会纷纷向爱玲示意援手 组长申恩和得知爱玲孩子失踪的消息后 连忙叫来家庭主妇们召开了会议 叮嘱他们赶紧把孩子失踪的消息散发出去 开始动员大家一起寻找 很快就有人发现了杀手的踪迹 并一路跟踪他来到了商业街 这时杀手发现情况异常 想要带着两个孩子逃走 却没想到自己被众人当成人贩子围堵了起来 杀手见状只能丢下两个孩子 逃之夭夭 然而此时飞奔而来的爱玲看到了人群中孤苦无依的两个孩子 立马跑上前抱住他们大哭起来 而此时的金本也从殡仪馆逃了出来 正好与急着逃走的杀手擦肩而过 金本看见了杀手的背影心有疑惑 紧接着他来到了小区里 看见了正抱着孩子泪流满面的爱玲 他顿时心疼不已 突然他从围观者中得知刚刚爱玲孩子差点被人拐走 接着他还在群众的手机上看到了杀手的照片 金本顿时大吃一惊 这不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杀手K吗 他怎么会盯上爱玲的孩子的 突然这时金本看到警察来了 立马趁机逃走 然而回到家的金本开始回想起爱玲家最近发生的事 觉得很是蹊跷 接着又想到了杀手K的意外出现 金本一下就把一切联系了起来 发现杀手K肯定和文成珠 还有爱玲丈夫的意外死亡有着很大的关系 于是他决定从这一刻开始暗中保护爱玲一家 另一边的志言自从看见失踪了三年的金本重新现身 开始怀疑他和文成珠的死亡有关系 所以他也想到了金本当年无故失踪的事情一定另有内情 于是他来到院长办公室 争取追查金本和文成珠的主动权 不料却和一纸紧钉金本的拳刺长起了冲突 另一边的陈龙泰吩咐人在爱玲小区监控里动了手脚 删除了杀手K当日杀死爱玲丈夫的视频 然而等到金本去查看时 意外发现已经被人提前动了手脚 而易玲丈夫的死亡却被医生诊断为心脏麻痹 虽然丈夫一贯有心跳不齐的症状 但爱玲并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 处理完丈夫的丧事以后 爱玲决定出去找工作 因为家里还有房贷要还 并且孩子以后的生计也都落在了爱玲身上 但由于带着两个孩子不方便 爱玲只好先选择了时间自由地送牛奶工作 顺便在小区快餐店里兼职 就这样 爱玲为了孩子 只能身兼多职努力下去 还总是在人前强颜欢笑 每天只有在深夜里 等孩子们都睡着后 她才会独自一人失声痛哭 然而爱玲不知道的是 此时有一个神秘的男人正在默默关心着她 这个女人年纪轻轻胀的就死了 只留下她和两个孩子 现在她每天只能以泪洗面 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但好在她的身边突然出现一个神秘的男人 金本看出爱玲的不容易 所以主动向爱玲提出帮忙带孩子 做爱玲家的保姆 爱玲听到金本这么说顿时吓了一跳 但此时的她只能去找工作还房贷 所以别无他法 只好先让金本做了自己家的临时保姆 然而第二天爱玲就接到陈龙泰的录取通知 陈龙泰得知爱玲是车证日的妻子后 担心爱玲终有一日会怀疑车证日的死因 便决定将爱玲招进自己公司 用高薪留住她好方便监视 然而这对于爱玲来说是这段时间听到最好的消息 为此爱玲对陈龙泰感激不已 然而陈龙泰对爱玲的强烈反应觉得很可笑 很快爱玲便顺利开始工作 生活也慢慢步入了正轨 现在自己也有工作 而家里也有金本的帮忙 这让她的生活开始有了一些希望 然而第一天做保姆的金本就惨了 居然被两个熊孩子戏弄了一番 孩子们让她假扮成自己玩偶 假扮成自己的病人 而金本为了能让孩子们开心 只能默默忍受这一切 然而等到爱玲下班回家时 才发现家里异常的干净 并且金本还早早将孩子哄睡了 为此爱玲对金本表示十分感谢 还请求金本以后继续帮忙 将她的临时保姆改为正式保姆 金本回家后 回忆起爱玲家的每一个细节 想起爱玲家的花篮 分析出车正日是在世纪出版社工作 然而另一边的杀手 K此时正在监听孩子们的一举一动 原来就在她前两天拐走孩子时 送给两个孩子一张带有监听器的小贴话 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时俊熙把小贴话 拿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分享 所以杀手K在监听时 被不同的声音搞得心态都甭了 隔天爱玲第一天上班 陈龙泰便给她安排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爱玲感到很不可思议 自己明明拿着高薪 却只做着一些鸡皮小事 而正在家里做运动的金本听到了门铃声 她顿时警惕了起来 跑到橱柜里掏出一把手枪藏在身后 却没想到透过猫眼发现外面竟然是三个邻居 他们是来给金本做一个家庭背景调查的 因为申大姐得知了她去给爱玲家当保姆 为了保护爱玲一家的安全 需要对她了解透彻 可在三人轮番犀利拷问下 金本表现得极其淡定 而三人则反被冷漠的金本气得半死 另一边的爱玲无法按时接孩子放学 便给金本打了电话 拜托她帮忙去接送一下孩子 金本也不知道对爱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无论对方提出什么要求 她都会欣然答应 当帅气的金本出现在众人的眼前时 家庭主妇们都吓傻了 这是一位妇女走上前询问她是接谁家孩子 只见金本说是爱玲家的 女人顿时非常羡慕爱玲家有这么一个帅气的男保姆 紧接着校车就来了 金本接了两个孩子后 便带他们先到游乐场玩耍 孩子们缠着金本和他们一起玩 过程中金本注意到两个孩子的调皮可爱 这也使得金本经常紧绷的脸庞逐渐有了笑容 然而此时小区里的申大姐女儿价值不菲的自行车丢了 申大姐非常着急 声称势必要抓到小偷 于是带着邻居们一起到小区物业里查看监控 却在途中意外看见了画面上正在慌忙逃命的车证日 几人都非常惊讶 发现车证日好像不是突发身亡的 紧接着申大姐立马给爱玲打了电话 爱玲得知消息后立马赶过去 众人重新查看监控 结果惊奇地发现了一路尾随车证日回家的杀手K 这不禁让众人大吃一惊 爱玲和邻居们纷纷猜测车证日的真正死亡原因 这时爱玲突然想起前两天收拾车里时 在里面看到了一盒昂贵的弹塔 邻居们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突然一灵想到可以从行车记录仪上查看 于是众人连忙来到了车库 可是导航仪和记录仪里面什么都没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刚刚 金本跟随众人在保安室看到视频时 就已经想到了行车记录仪 所以他趁所有人不注意的时候 独自取走了行车记录仪 还故意将导航仪给删除了 然而金本回到家后 开始在电脑上查看记录仪 发现车证日真正的死因 是因为看到了杀手K刺杀文成珠的经过 才一并被杀手K给杀了 然而监听到这一消息的杀手K 很快把此事告诉了陈龙泰 陈龙泰迅速安排黑客偷偷远程 删掉了监控视频 而等到杀手K悄悄来到车库 想要取走行车记录仪时 却发现自己晚来了一步 另一边的智言找到了 在文成珠家里 已经工作了两年的家政阿姨 向他询问文成珠去世前的情况 阿姨经过回忆 把文成珠生前很看重的 一个新皮包忽然不见了的情况 告诉了智言 于是智言把自己调查到的情况 告诉了院长 并向院长申请调查皮包一事 而此时的陈龙泰正小心翼翼地 收藏着曾经贿赂文成珠的那个皮包 就在他从密室里走出来时 恰好被爱玲发现了 陈龙泰也顿时吓了一跳 于是小气的他借此机会 开始刁难爱玲 生前工作的报社里找他的领导 向他询问当日的情况 主编便把车证日当天带着 但他要去找许多家催稿的事情 告诉了爱玲 主编还和爱玲说生前男人的不义 每天工作的压力都很大也很累 然而刚刚得知这一切的爱玲 开始难过了起来 他恨自己不懂得体谅丈夫的辛苦 回家还要与他争吵 晚上爱玲回到家 看到劳累了一天的金的 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连忙给他煮了一碗面 也就在这时 两人的感情瞬间升温了不少 这单亲妈妈每天上班前 都会和孩子碰碰鼻子 然而他和生前的老公也是如此 可当前站着的人是男保姆 爱玲这才感觉到不对 两人顿时陷入了尴尬 随即一铃就匆忙转身跑开了 不久后 金本决定替爱玲调查一下 丈夫的死因 还有杀手K的作案目的 于是他假扮成维修人员 潜入死者文成珠的家里 想要找出丢失的那只皮包 不料却遇到了 同样来此查案的质言 两人一见面就先打斗了一番 直到金本将他制服 两人这才认出了彼此 随后他们开始坐下来 聊起了往事 质言告诉金本 国家情报局的人 一直在关注他 尤其是全次长 让他多加小心 质言还诚恳表示 自己相信金本是有苦衷的 金本心有所谓 接着质言还说 质疑文成珠突然离世的事情 金本很欣赏质言犀利的眼光 于是他把车证日死亡的原因 告诉了质言 同时也把国情局 有内奸的事情告诉了质言 质言感到非常意外 金本还叮嘱他不要和任何人 说见过自己的事情 说完金本就说 自己有事要离开了 然而质言想要 金本的手机号和居住地 却被金本婉拒了 他说以后老地方见面就行 但质言并没有就此作罢 而是偷偷在金本身上 贴了一个跟踪器 等金本离开后 他便立即打电话给罗道宇 告诉他自己将定位器 贴在金本身上了 命令罗道宇马上跟踪他 并且适时和他汇报 很快质言一路尾随 金本来到了游乐场 意外发现金本身边 有两个小孩 他以为金本已经结婚了 这时俊熙看见了 金本身上的定位器贴话 于是上前将贴话拿了下来 想要让金本送给自己 但觉察到不对劲的 金本立即警惕起来 拆开一看 发现里面的定位器 他此时也猜到 应该是质言在跟踪自己 于是他带着两个孩子 进了便利店 成功将质言给甩掉了 另一边的爱玲 正在陈龙泰的办公室 布置鲜花 突然看向那道神秘的密室门 于是好奇心作祟的 他走上前推了一把 发现铁门纹丝不动 爱玲心里更加好奇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密室里有很多 陈龙泰不为人知的秘密 又怎么可能 那么轻易让人随意打开呢 金本带着两个孩子 回到家门口 俊熙又把一个小贴话 贴在了金本手上 金本立刻想到 自家家里的小贴话 于是他拆开一看 发现里面也是窃听器 于是他拿出杀手K的照片 询问俊熙这些贴话的来源 俊熙这才把杀手K 金本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金本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便打着参观的旗号 到各家把贴话 一个一个找了回来 可是他发现 还有两个贴话消失了 然而金本的举动 让邻居们都感到很奇怪 也让一些人觉得很不舒服 于是他们就开始 在群里发牢骚 而这一切也正好被爱玲看到了 他也觉得很奇怪 向来不爱社交的金本 怎么会主动上门去走访邻居 于是爱玲一回到家 就询问金本这回事 但金本无法说出实情 只好借口说 自己对室内设计很有兴趣 这让爱玲顿时哭笑不得 另一边的志言 把文成珠被杀的事情 告诉了院长 而院长则让他找出证据 和目击证人 但志言表示还未找到 借此志言便向院长 请求彻查此案 好在院长也立即同意了 然而志言为了方便工作 还向院长提出 需要罗道与帮忙 于是他们就故意 在金本小区附近 开了一个 借着卖皮包名义的工作密室 而此时的爱玲 给陈龙泰 送来了一个 从意大利发过来的快点 陈龙泰知道 爱玲一直以来 对公司的皮包都很好奇 于是便让他留下陪自己拆包 爱玲也看出了 这款包包的精致名贵 这时陈龙泰告诉爱玲 这款包包价值一个亿 爱玲顿时吓得目瞪口呆 心里开始有一百个不相信 并说谁会花一个亿 去购买一个包包 下班后 爱玲还在车上 回想着这件事 因此差点坐过了站 可就在他着急慌忙下车时 却不料自己的包包 被夹在公交车的门上 他用力一扯 没想到包包被扯坏了 伤心欲绝的爱玲 徒步回家时 看见了智妍刚开的包包店 这时店内的道雨 发现了站在门外的爱玲 开始担心爱玲 会真的进来买包 于是智妍只好亲自出面 将爱玲给赶走 随后爱玲回到家 发现包里的手机不见了 于是他想了想 觉得可能是落在办公室里了 无奈之下 爱玲只好带着孩子去找金本 想让他帮忙看管一下孩子 但没想到自己 按了很久的门里 金本依旧没开 爱玲心想他可能是出门了 没办法爱玲只好 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公司 一进公司 爱玲就吩咐孩子们 不要乱跑乱碰 然而两个孩子并没有消停 到了里面就开心的不行 爱玲也顾不得孩子 只能先到处寻找自己的手机 可突然一铃想要去上厕所 于是叮嘱孩子们 不要乱碰东西 自己便去了厕所 然而令他没料到的是 他前脚刚走 两个孩子就拿着饮料 闯进了陈龙泰的办公室 并发现了桌子那款 价值一个亿的名贵包包 两个孩子一时兴起拿出了它 还不小心把饮料撒了一批包 没过一回 上完厕所的爱玲纹身赶来 见到包包的惨状 立马大叫了起来 却吓完蛋了 另一边的陈龙泰此时 出现在了爱玲的家门口 原来刚刚陈龙学下班时 看见了爱玲的手机 于是便找到爱玲家 想要把手机还给爱玲 结果到了他家门口 却发现里面没人 可就在陈龙学下楼坐电梯时 意外撞见了正好上楼的金本 金本一眼就察觉到 此人不太对劲 为何会出现在他们家的楼层 于是警惕地上前拦住了他 还终于见到了 自己喜欢的男人 他满心欢喜地 跑上前想要去拥抱他 可就在这时 男人发现有个狙击手 正在瞄准女孩 就这样 女孩当场身亡了 这时男人也恰好 发现了那个杀手 愤怒地紧追上去 经过好几条街的追逐 男人终于将杀手堆在死胡同里 接着两人就开始展开一轮搏斗 几个回合下来 男人都站了上风 直接将杀手打倒在地 就在他拔出手枪 准备为女友复仇时 身后却突然被人打了一枪 随即他中枪倒地 然而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潜伏在暗处 就是为了找到当初 那个杀害女友的凶手 这天他出门健身完 准备回家时 不料在门口遇到了杀手的老板 但此时金本还没调查到对方的身份 只是对陈龙泰的突然到访 感到很奇怪 因为这一层楼 只住着他和爱玲家 为了搞清楚陈龙泰的目的 金本拦住了他 并询问他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但陈龙泰表示自己是爱玲的老板 他把手机辣公司里 自己帮他拿回来 然而金本却感到很奇怪 为什么只凭一个手机老板 就能亲自到访 与此同时 陈龙泰也质问他是谁 金本则表示自己是爱玲家的保姆 并且救助隔壁 听到金本的话 陈龙泰只好乖乖将手机递给金本 让他去还给爱玲 自己则快速离开了 而另一边的爱玲 失魂落魄地背着两个孩子回了家 并且还将那个昂贵的皮包带了回来 金本询问他去哪里了 而爱玲不敢把事情告诉金本 只好随便找个借口搪塞过去 但金本从他的反应上看出 他肯定闯祸了 随后爱玲带着皮包去找了申大姐 申大姐一听到爱玲说这包值一个银 顿时惊讶不已 但月包无数的 爱玲无计可施 只能决定卖掉房屋抵战 可是房屋急受会差价很多 爱玲顿时感到很无助 就在这时 金本出现在她的身边 金本询问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房产中间 无奈之下 爱玲只好把皮包的事情告诉她 而金本好奇爱玲公司是做什么的 爱玲才把公司地址及名称一并告诉了金本 金本一听到想起自己追查杀手时 也是追查到那个地方 心中不禁充满了疑惑 第二天上班 爱玲把皮包拿回公司归还陈龙泰 不出所料果然遭到了陈龙泰的轰炸 那个女人到底看到了什么 当场吓成这样 原来她是发现闺蜜的上司是个伪娘 越南无数的她一眼就看出 她整张脸都动过手术 开过眼头眼尾 鼻子额头都有填充物 眉骨更是做过消补手术 高额的手术费 更是把女人的下巴都惊掉了 陈龙泰骂完爱玲后 告诉她自己要去意大利一趟 重新定制这一款皮包 随后爱玲来到办公室 再次盯上了那间密室 爱玲为了挽回一些损失 好奇心作祟 她决定趁陈龙泰出差这段时间 将这扇门打开 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金本约出致言 向她透露杀手K的消息 刻意叮嘱她不要向国情院 透露两人之间的情报交易 说完金本就匆忙离开街孩子去了 然而令金本苦恼的是 俊秀一放学就尿急 无奈的她只好立即将他们抱气跑回家 却不料刚到门口 俊秀就尿了一裤子 金本只好给俊秀好好收拾了一份 不允许再踏入公司一步 爱玲只好乖乖答应 随即一铃告诉陈龙泰 自己已经在筹备赔偿皮包的钱了 陈龙泰则无所谓的告诉爱玲不用赔偿了 但如何处置爱玲 需要她好好想想 爱玲一听到不用赔偿 顿时感到很吃惊 越发觉得陈龙泰有什么秘密 随后爱玲一回到家就发现衣架上的裤子 她一猜便知道是俊秀尿了裤子 也想到这应该是金本帮忙洗好的 爱玲对金本表示非常感谢 并给金本发了一个感激的可爱表情 可不曾想一向严谨的金本却什么都不知道 而是随便给爱玲乱发一头 然而此时的爱玲因为皮包的事很难过 以为金本厌烦了自己 于是匆匆下线了 而这一操作也让金本顿时陷入了沉思 就这样 两个相互依靠的人在各自家里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早 金本假借跑步缘由和致言偶意交换情报 却没想到被出来运动的邻居金项烈看见 她看到金本和女人很是暧昧 以为两人是在谈恋爱 于是便趁着大家伙聚会时 当众询问了金本是否有女朋友 金本被这话直接吓傻眼了 同时也把众人吓了一大跳 爱玲更是非常在意 但不敢太过于明显 只好掩饰起自己的在乎 金本害怕众人误会 赶紧解释 哪知道越描越黑 接着申大姐把从米兰朋友调查来的皮包结果告诉了爱玲 申大姐表示那个皮包是个假货 并且也是个杂牌 让爱玲不用担心 然而爱玲得知陈龙泰所谓的知名品牌 竟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缩方式 顿时认为陈龙泰欺骗了自己 心中很是气愤 于是她决定一定要趁着陈龙泰出差时 去看看公司的那道密室 接着凤扇美还把陈龙泰整过容的事情也说了出来 众人都感觉到这人很奇怪 并认为陈龙泰有可能是个为了逃避责任的官员 不久后 金本趁和爱玲独处时 劝她不要去公司冒险 但爱玲执意这么做 根本不理会金本的话 很快爱玲便来到公司 凭借她多年钻研的开锁办法 成功将那扇门给打开了 爱玲缓缓走进密室 惊讶地发现里面摆放了一个个精美皮包 顿时吓得目瞪口呆 看了半天后 爱玲才想起拿出手机将每个包都拍下来 并把里面的数字也同样记录下来 接着她还偷偷打开了陈龙泰的电脑 上网查询这些皮包 意外发现上面那一连串的数字很让人费解 暂时无法弄清楚的 她只好将其拷贝下来带走 临走时爱玲还在电脑上发现了文成珠的名字 爱玲更加感觉到奇怪 随后她走出公司时 意外撞到了一个人 这样的场景令她非常熟悉 顿时回想起当初她也是同样撞倒了文成珠 于是她带着怀疑的心态跑去医院调查了文成珠 惊讶地发现文成珠竟和自己老公同一天去世 爱玲走出医院后 接到了金本的电话 她把自己查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金本 但此时的金本开始感觉到不妙 吩咐她不要将自己所知道的事告诉别人 并待在原地等她 可就在这时 爱玲面前突然出现一辆黑色面包车 上面跳下来两个黑衣人 直接将惊慌失措的爱玲给掳走了 然而电话那头的金本也察觉到爱玲有危险 她知道爱玲有危险 飞速跑回自己的秘密基地 换上一袭霸气黑色西装 接着从武器库里拿出一把手枪 然后开上一辆蓝色小跑车朝爱玲被绑的位置驶去 原来在不久前 金本就悄悄在爱玲的包内贴了跟踪器 此时的爱玲已经被绑在一个偏远的仓库里 全身也已经动弹不得 突然遭遇绑架使她非常害怕 这时门外走进来一个人 等她缓过神看清来人时 当场吓了一跳 竟是自己的老板陈龙泰绑架了她 原来陈龙泰早已在密室门上设置了警报器 当爱玲开锁后进入时 她的手机上已经出现了提示 于是便派人将她绑了过来 此时的爱玲只能假装糊涂 但全龙泰却觉得爱玲的目的不纯 质问她为什么要闯进密室 面对全龙泰的强行逼供 爱玲为了保命 只能一五一时将事情告诉了她 她先是装作一部弱不禁风的样子 恳求老板的宽恕 接着说自己只是想知道 那款被自己弄脏的包包真实价格 爱玲表示自己以为密室里有原价表之类的 听到爱玲的话 全龙泰才意识到爱玲可能不是存心闯进去的 并且可能真的不了解什么内幕 于是打算放过她 另一边的金本此时已经开车到达了这里 她一下车就霸气走到几个小弟面前 一拳放倒一个 每一会几个小弟都被打得在地上打滚 可见特工出身的她身手有多厉害 这时陈龙泰听到外面有动静 于是命令手下出去外面查看 手下自信满满地拿着棍子就走了出去 却不料被金本直接一拳打晕了 陈龙泰见手下迟迟未归 开始有些害怕 便立即给爱玲解开了手上的绳子 但她的主要目的是让爱玲先出去打探一下 担惊受怕的爱玲也没办理 为了保命只能闭着眼睛假装探头出去看 而此时的金本正举着手枪站在她的旁边 但爱玲并没有发现她 金本也不想被爱玲发现是自己救了她 赶忙躲了起来 结果看到陈龙泰丢下爱玲独自仓皇开车逃走了 金本看到爱玲失魂落魄地走着 在这荒山野林很是危险 于是便躲在暗处给爱玲打了个电话 叫爱玲将自己锁在位置告诉她 然而没过一回 金本就开着跑车出现在了爱玲面前 随后金本便把爱玲接回了家 惊魂未定的爱玲坐在车里一直在思考 金本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给她打个电话 难道是有超能力吗 面对爱玲的质问 金本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做出回答 只是叮嘱爱玲 一定不能将今晚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随后回到小区里 正在等候爱玲的深大姐发现了两人 一脸八卦地看着深夜外出的他们 并询问他们去哪了 爱玲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而是转移话题询问孩子们的 深大姐这才说孩子已经在她家里睡着了 为了不打扰到深大姐 爱玲和金本便去把两个孩子背了回去 第二天爱玲被陈龙太解雇了 再次失去了经济来源 这让爱玲又一次发愁了起来 另一边的金本悄悄跟踪道雨来到了皮包店 两个素未谋面的人竟然一见如故 志妍回到店里之后大吃一惊 紧接着金本把聚国际士给贩卖武器的人 做说客的事情告诉了两人 并叫志妍时刻紧盯聚国际和陈龙太的具体消息 突然这时道雨伸手拦下了此事 并拿出杀手K的照片 还把杀手K的真实身份以及近期动向告诉了金本 可就在这时 他们在密室里听到了店外的动静 原来是金向烈和凤扇美来到皮包店闲逛 无奈之下志妍只好先叫道雨从后门出去应付 然而就在这时金本恰好想到爱玲最近失去了工作 于是立马将依林推荐给志妍 让她来这里坐个前台 但志妍一听到金本又在为别的女人担心 顿时有些吃醋 可这时金本又和她说了一个她感兴趣的事 就是把爱玲是目击证人妻子的事情告诉了志妍 得知这个消息 志妍才答应了下来 于是第二天一早 志妍就通知爱玲过来应聘 过程中志妍仔细打量了爱玲一番 发现她并不是什么心机的女人 于是询问爱玲是否做过销售员 爱玲肯定的回答有的 并说自己有信心比任何人做的都好 但志妍又得知爱玲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心里觉得不太满意 想要将她劝退 却不料这时爱玲突然说自己 从在锯国际工作过的事情 志妍一听顿时来了兴趣 不停询问爱玲关于锯国际公司的事情 这时的爱玲也看出端倪 拿着自己拍摄皮包的照片和志妍做了交易 以此为借口威胁志妍将她留下 并和她签了合同 成功拿下工作机会的爱玲开心地跑回了家 将两个孩子拥入怀里感谢上天的眷慕 接着为了庆祝今天顺利面试成功 爱玲还提出带金本和孩子到肯德基大吃一顿 金本看着兴高采烈的一家三口 渐渐的她也被这股单纯又温馨的氛围感染到了 试完后 爱玲说要去购物 金本也立即提出要跟着一起去 于是几人开心来到超市 这时俊秀和俊熙相中了一缸鱼 爱玲不同意给他们购买 表示没有时间打理鱼儿们 但孩子却不肯就此作罢 二人一言不合就躺在地上哭闹 非逼着妈妈给他们买 但爱玲则不会就此心软 而是将他们大骂一顿然后转身离开 没想到金本不忍心看到孩子这样 于是出手购买了鱼缸 然后摆放在了他自己的家里 还邀请两个孩子随时过来玩 原本金本的家里就很冷清暗淡 现在有了孩子们的喧嚣顿时热闹起来 这时爱玲好奇地走到厨房 伸手想去打开厨柜 却被金本瞒住了 爱玲顿时吓了一条 接着逸琳害怕孩子打砸金本家中的东西 赶紧跑去制止 而金本则庆幸柜子中的枪没被爱玲发现 深夜 金本独自看着那鱼缸里的小鱼 顿时感觉到一家人的温暖 心中又泛起一丝对未来的憧憬 但未来似乎不太适合随时面临危险的他 另一边的志妍还在想着具国际的事情 他纠结金本肯定知道皮包的事情 为何不愿告诉自己呢 这时一旁的道羽说出了真正的理由 金本肯定又想帮助爱玲 又不愿爱玲知道他的复仇计划 而志妍则开始有些担心金本是因为喜欢上了爱玲 而道羽看到爱玲如此在乎金本 心情也变得沉重了起来 第二天 爱玲如期来到国王皮宝殿上班 一进门就职业假消地跟道羽打招呼 这时也恰好进来了第一位顾客 爱玲见状立马跑上前向他介绍 而另一边的志妍为了获得更多活动经费 便把自己雇佣爱玲的事情告诉了院长 院长得知情况后 叮嘱志妍一定要做好保密措施 另一边阴险狡诈的陈龙泰从爱玲的办公桌里 看见了爱玲对她的性格分析 爱玲还把她形容成有病的油腻男 详细的表格阐述让陈龙泰顿时有些佩服她 还夸赞爱玲对待工作还挺认真 另一边的金本再次遭到居委会三人组的审视 申大姐听爱玲说金本有超能力 便将她叫到自己跟前 全身打量了一番 便让金本帮他们也不不挂 金本得知来以后顿时哭笑不得 但她没有失口否认 而是摆出一副大师的驾驶开始忽悠他们 三人也被耍得团团转 这时陈龙泰找上了爱玲 她在爱玲面前还是依旧装作一副大老板的驾驶 而她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是想询问爱玲是否愿意再次回去上班 然而爱玲并没有接受她的好意 因为爱玲对陈龙泰早已厌烦 并直接将自己一找到工作的事情告诉了她 陈龙泰顿时感到很吃惊 临走前爱玲还对她一顿嘲讽 然而陈龙泰并没有生气 反倒对爱玲越来越感兴趣 随后爱玲一回到店里 发现生意非常惨淡 整天都没什么人爱 于是便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叫来邻居们帮她宣传一波 几人开始当起了模特 把包包背在自己身上 然后将其拍下来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朋友圈 而这一幕也顿时把躲在密室的三人吓傻 他们也摸不清爱玲的路数 然而令所有人没料到的是 第二天店里居然爆满了 生意瞬间好了起来 这让志颜一时之间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然而金本坐在店外看着忙碌的爱玲 心里颇为欣慰 等到爱玲下班时 正巧遇到了金本 她将店里剩下的最后一个皮夹买了下来送给金本 爱玲想要借此感谢她对孩子们的照顾 而这也让两人的感情又尽了一遍 第二天早上 爱玲正准备送孩子们去上学 然而这时金本却在网上发现了塔罗牌的消息 令她没想到的是 她发现塔罗牌上接下来要射杀的目标竟然是爱玲 于是连忙跑出门外 发现爱玲身上出现了狙击红点 金本立即向四周看了看 发现爱玲有危险 立马撒起腿向爱玲的身边飞奔而去 爱玲被金本压在身下顿时慌了身 而这一操作也直接把邻居们吓得目瞪口袋 原来刚刚金本以为有狙击枪要射杀爱玲 所以才做出了这么浮夸的举动 不料楼上的反光竟是女人在化妆室照射下来的 金本看出自己闹了一场乌龙 赶紧找了个借口逃离现场 而深大姐等人见金本身手这么厉害 顿时非常佩服 然而见金本对爱玲这么好 开始对两人的关系产生了质疑 一头雾水的爱玲见状 只好独自面对深大姐他们的审问 深大姐直接了当质问爱玲 金本是不是喜欢她 爱玲立马否认 但深大姐却不肯相信 爱玲为了摆脱他们的误会 只好把金本的奇怪举动都说了出来 然而几人非但没有感觉到奇怪 还帮着金本一一做出了解释 爱玲顿时感到无语 另一边的金本一回到家 开始懊悔刚刚的行为太过于冲动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冷静之后 她又重新拿起了电脑 看着上面的塔罗牌不禁陷入了深思 与此同时 陈龙泰也看到了塔罗牌上的白杨座 心里又开始在盘算了什么 而志言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原本开个皮包店是想拿来当伪装品 如今却因为爱玲如此火爆 在上货时 志言和爱玲闲聊起金本的事情 志言想要从她口中得知对金本是否有意思 没想到被爱玲反问过来 志言差点露线 国情愿力 全次长拿到了志言安排爱玲工作细节 全次长一直对志言很有意见 所以随时都派人在跟踪她的行踪 得知她的具体情况后 便派人日夜监视爱玲以及志言的皮包店 然而志言没想到的是 那日潜入院长办公室偷取情报的人 竟是全自长所为 而另一边的金本为了应付深大姐他们 特意找了一个名声响亮的算卦先生 给三人补了一挂 这样自己也可以当一位算命大师了 然而此时的陈龙泰 正在去往爱玲所在的皮包店 他想要让爱玲重回自己身边工作 便摆足架子来到皮包店 当志言发现他在门口时 顿时非常惊讶 接着回想起金本之前和自己提及过此人 此人就是去国际的老板 于是他立马打电话给金本通知他过来 陈龙泰一进店里就摆出一份嚣张的气焰 开始和志言打太急 还趁机打探爱玲的下落 志言告诉他爱玲不在 陈龙泰并未急躁 而是安下心来静候 然而此时店外的凤扇美 也正好看到了陈龙泰进了皮包店 一路跟了过来 接着走到陈龙泰面前 毛遂自建称自己是爱玲的好姐妹 想要和陈龙泰聊上几句 没想到几句下来 陈龙泰就豪横地买下了店里所有皮包 这不惊吓得凤扇美和志言等人目瞪口呆 得知这一情况的凤扇美 立即将消息散发出去 正好被爱玲看到了 他立马飞速赶回了皮包店 将陈龙泰叫了出来 此时的金本也赶到了密室 从监控里分析出陈龙泰的来意没那么简单 金本也有些摸不清头脑 而道宇和志言则表示 陈龙泰就是为了爱玲来的 金本则认为账本数据有可能作假 他叮嘱罗道宇从客源方面入手分析 爱玲将他叫出去后 陈龙泰却要邀请他去吃饭 不料这时金本突然出现 表示自己也要跟上 于是三人便一起来到餐厅 在饭桌上 陈龙泰和金本展开了一场男人之间的较量 这个继父发现女儿躺在床上流了很多汗 询问她是怎么了 女孩直指自己的肚子 金本担心女孩是得了懒尾炎 于是急忙抱着她就往外跑 并拉着俊秀一起去医院 这时恰好在路上遇到了刚下班回家的爱玲 爱玲一听女儿肚子疼顿时紧张不已 两人便一起将孩子送进了医院 金本慌得不行 叫医生赶紧给看看 没想到医生诊断过后 发现是虚惊一场 女孩是肠道积累了大量便便导致的 这可把大家都给整笑了 女孩也害羞地拿被子捂住自己的脸 随后爱玲见金本为了自己孩子如此劳累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开始对金本有了不一样的情感 但金本却还在担心爱玲的安危 叮嘱她要小心经常到店里献媚的陈龙泰 要她时刻不要忘记陈龙泰的本来面目 爱玲表示会时刻牢记 并说金本才是她最愿意相信的人 这让氛围瞬间有了一些浪漫的情愿 另一边的智妍刚走进公寓大门 就发现自己被人跟踪 于是她趁机将人给打晕 然后夺过对方的手机 发现上面竟然是爱玲的照片 智妍顿时大吃一惊 原来智妍为了爱玲的安全 便伪造了信息上交给了院长 还把自己的住址填到了爱玲的住址上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现了问题 第二天 智妍就开始和金本商量此事 智妍告诉她这件事只有院长一个人知道 金本一听顿时感觉到不妙 然而另一边的院长此时正和全次长在争锋相对 两人表面和谐 实则内心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昨晚的那名跟踪者就是全次长派去的 他也从下属调查结果中得知爱玲的私人信息都是假的 顿时勃然大怒 他也想不通为什么出现在院长办公桌上的资料会是假的 难道是有人故意玩弄他的吗 而另一边的金本则把塔罗牌的秘密告诉了置言和道理 并向两人讲述了自己当年受到诬陷逃走的经过 说王环拿出了一枚从狙击景颜的凶手身上拽下扣子 告诉两人当年他在全次长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扣子 两人对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意外 当时金本逃走后就开始一路追查杀手 惊意外发现那个金色三叶草的餐厅 之后他开始分析杀害景颜和文成珠的人 可能是来自于某个非法机构 金本还说可能不是韩朝 而是第三方势力 原因是不希望朝韩和平共存 只想谋取个人利益的某些人 紧接着三人经过深度分析 发现最新出现的塔罗牌地址是在爱玲县驻公寓 这就表示他们正在计划新的目标 说到这道语主动要求搜索小区每个人的踪迹 好方便排查 而另一边的陈龙泰让司机调查了金本的身份 发现金本的经历很是惊人 甚至还吃过牢饭 而这也给了陈龙泰趁虚而入的机会 随即他就将伊林约了出来 爱玲不耐烦地走到他的面前问他有什么事 只见陈龙泰自信满满地告诉他 爱玲顿时有些吃惊 但还是不太愿意相信 接着陈龙泰就拿出一份金本的租赁合同 爱玲看完后立马愣着 合同上的金恩竟然是个小偷惯犯 这一切都让一直信任金本的爱玲难以接受 而此时的金本已经暖心将孩子哄睡 安静地等待爱玲回家 他还特地准备了一份礼物想要送给爱玲 可伊林一回到家就满脸不开心 看到善解人意的金本也没有了往日的开心 金本也发现了爱玲的不对劲 想着拿出礼物让他高兴一下 但爱玲打开后 却发现里面的皮包竟是前两天店里丢失的那个 爱玲又想起陈龙泰的话 更加怀疑金本就是个可疑人物 就在金本准备离开时 突然置眼给金本打来了电话 而这一幕也恰好被爱玲看到 这个女人发现眼前的男人竟和自己的女老板有一腿 他不顾男人的阻拦将女老板的电话接了起来 而爱玲听着女老板对男人说的话 顿时惊讶不已 他不知道这位乐于助人的男保姆还有多少秘密 开始害怕了起来 然而金本却感到很难过 他不想让爱玲误会自己 和他解释说自己的真名确实叫金本 但金本无法和他说出租赁合同伪造的原因 这让爱玲一时间无法接受 于是气愤的将金本赶走了 被赶出家门的金本来到皮包店 心中无比沮丧 智妍问他怎么了也不回应 而是在智妍不停的逼问下 金本才把爱玲查出他用匿名的事情说了出来 智妍顿时觉得爱玲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奉劝金本不要和他再有任何联系 并最好辞去保姆工作 但金本却不肯就此放下 警告智妍不要多管闲事 这让智妍非常伤心 气愤的拿起包包转身离开了 随后金本回到家 看着满屋子的小孩玩具 顿时回想起前段时间 爱玲带着孩子在这里玩耍的情景 心中感到非常难过 他也没想到自己会和爱玲一家产生这么深的谈情 然而另一边的爱玲也是因为这件事整晚睡不着 独自在客厅做到了天亮 此时已经是早上五点钟 他缓缓走到门前 凑近听了听对面的声音 发现没有任何动静 爱玲来到皮包店 询问智妍金本的真实身份 然而智妍为了让爱玲彻底对金本死心 回答他金本确实真名叫王正男 爱玲得知真相后 决定去找金本谈一谈 很快两人相约在咖啡厅 爱玲一坐下就向他表示感谢 感谢金本这段时间对孩子们的照顾 由于金本的特殊情况 爱玲也无法继续相信金本 让作为保姆继续留下来照顾孩子 然而金本也早已料到爱玲会这么做 所以立即答应了 同时也向爱玲感谢孩子们这段时间 带给他的快乐 就这样 原本对彼此好感的两人 在这一刻又回到了原点 可就在金本刚走出咖啡厅时 抬头就看见了陈龙泰的车 他害怕被发现匆忙躲到了一边 这时 金本发现从陈龙泰车上下来 一个身穿黑服的女人 金本对此表示很可疑 于是连忙追了过去 可等到金本快追到时 却被陈龙泰叫住了 他一脸得意地走到金本面前 嘲讽他式的盗窃犯 气愤的金本质问 他为什么要私下调查自己 只见他说是因为好奇 说完就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金本 并说倔国际可以收留有钱客的人 金本看他气焰嚣张 于是走上前一把夺过名片 还告诉陈龙泰自己一定会联系他的 另一边的志言私底下和院长汇报工作 院长询问爱玲最近还好吗 志言为此感到很惊讶 接着院长说 有人窃取了爱玲的身份信息 志言猜出一定是全次长端的 院长一听似乎并没有感到很奇怪 就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一样 而此时的国王皮包店迎来了一位贵宾 就是全次长 他为了见一面爱玲 亲自来到皮包店 但爱玲外出了 刚来的全次长并没有看到他 而是看到了申恩和等人 可他也并不想错过任何一个 可以打听爱玲的机会 就在他快要套出邻居的话时 爱玲回来了 门就感觉到一股神秘的气息 他看了看眼前这个老女人 对她的突然到访感到很奇怪 全次长提出要和爱玲单独谈谈 申大姐临走时多了个心念 询问他的真实身份 没想到全次长竟然拿出名片 伪装成另一个身份 说是要来订购一批皮包 另一边的道羽准备利用自己的特长 偷偷潜入陈龙泰的办公室 他趁着司机下班后 侵入了大楼的保安系统 首先将走廊上的监控都操控关闭 接着走到公司前 拿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解锁密钥插入 可就在快要成功之时 突然被半路折回的手下发现 感受到危险的道羽立马拔出密钥转身就跑 好在并没让对方抓到 事后手下将此事告知陈龙泰 陈龙泰瞬间发怒 怒斥手下的无能 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接着陈龙泰查看监控视频时 在电梯里发现到了道羽的背影 他看着道羽的背影非常眼熟 但又猜不出是谁 直觉告诉他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另一边的爱玲英暂时还没找到新的保姆 只能先拜托金向列帮自己带带孩子 却没想到被三个孩子折磨得哭笑不得 可在金向列的身边并不让孩子感觉到开心 感觉没有和金本叔叔在一起好玩 于是两人就偷偷跑去找他们想念的金本叔叔 此时的金本正在家里整理调查资料 突然门铃响起 他立马紧慎了起来 拿着手枪就往门前走去 凑近猫眼看了看 发现门外空无一人 他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 完全没有想到是俊熙他们 直到他们叫了声金本叔叔 他才反应过来 并将手中的枪藏了起来 然后给他们开门 孩子们一进门就抱住金本 对他表达了自己的想念 接着立马跑进家里玩耍 然而两个孩子的突然失踪 可把金向烈给着急死了 好在这时 他接到了金本的电话 便带着圣骑一起去到了金本家里 两个男人看着三个孩子快乐的玩耍 不禁感慨万分 突然这时 金向烈突然聊起全自长找爱玲的事情 金本一听到这时 立马撒腿就往皮包店跑去 然而另一边任务失败的道鱼 也发现了全自长的到来 顿时大吃一惊 急匆匆打电话给了志妍 志妍得知情况后 也立马猛踩油门赶了回来 然而此时的全自长经过几轮套话后 都没有从爱玲口中 得到自己想要的情报 便借口有事先走了 就在爱玲将全自长送出皮包店时 意外看见了 正在四处躲藏全自长的金本 这一幕让他对金本的身份 更加陷入了怀疑 他看到金本跟着全自长跑去 自己也好奇地跑上前 却没几步就跟丢了 殊不知金本是从后门进入了皮包店 而义无所获的爱玲只好折回店 却看到刚刚回到店里的道鱼 道鱼也顿时被爱玲吓了一跳 随后爱玲下班时 再次来到后厢 意外看到了皮包店的天价电费通知单 这不禁让爱玲百思不得其解 过后申大姐将爱玲叫到家里做客 将今天和全自长接触下来的事情回忆一遍 发现全自长的身份是假的 因为她私下调查了全自长今天给的名片 发现并无此人 爱玲得知后也感觉到奇怪 觉得自从有了金本的出现 身边的所有事情都很蹊跷 晚上回到家 俊秀和俊熙把今天去金本家里玩的事情告诉了妈妈 并说金本叔叔是个很好的人 爱玲听到这个回答都陷入了沉思 等把孩子哄睡后 她独自坐在餐桌上思考 她把之前和金本经历的事情都想了一点 猜测金本是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 这个女人不小心碰到一幅画 却没想到这幅画竟然会懂 于是她小心翼翼地将画一点点转动 静意外发现一间密室 此时的密室三人已经从监控里发现爱玲私自闯入 正在纳闷她是怎么找到的 很快爱玲就沿着密道走到了镜头 惊奇地发现了一间满是机械的密室 接着就看到了金本三人 顿时感到十分诧异 金本发现她后 赶紧跑上前将她一把抱住 这一下也成功将志颜给整猛了 然而她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是让他们将白板上的照片遮住 因为爱玲的老公也在上面 避免让爱玲看到 随即金本就将爱玲抱了出去 并将一切都告诉了她 然而志颜则在好奇 她是如何找到这间密室的 只见爱玲说 白天她偷偷来到皮包店前 查看皮包店的坐落位置 于是很快分析皮包店 一定藏有密室 接着她就故意在店门口撒上瓶粉 而志颜的鞋子一粘上之后 她就可以确定位置了 道宇听到表示非常震撼 猛夸爱玲好聪明 而志颜也对她的智商所折服 这时金本提出要和爱玲单独聊聊 于是让志颜和道宇先离开 金本顺着爱玲的思路 将密室的存在向爱玲解释 是为了监视剧国际公司 爱玲得知真相后终于释坏了 一瞬间对金本所有疑虑都放下 紧接着爱玲询问她 接近她和孩子们是不是故意的 金本则表示自己是真心喜欢替爱玲照顾孩子 自己也很喜欢两个孩子 爱玲听完很是开心 并对金本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可突然爱玲说出自己 曾在具国际见过文成珠的事情 金本顿时愣了一下 接着就匆匆将爱玲叫了出去 而这句话也恰好被密室里的志颜听到了 她一下就来了精神 她也猜到肯定是金本又有事情瞒着自己 随后金本叮嘱爱玲 为了她的安全着想 切勿把此事告诉任何人 爱玲也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答应守口如瓶 但爱玲心中一直有个疑虑 就是金本为什么要匿名租房子 金本告诉她自己是一个逃亡者 爱玲感到很吃惊 但为了不让爱玲再追问下去 金本只能告诉她 等时机成熟再详细和她说 第二天一早 陈龙泰就再次来到国王皮包店 他故意找个理由来购买皮包 但其实是来调查道宇的 趁道宇去拿皮包时 他观察看到宇的背部发现 他就是那个偷偷潜入自己办公室的人 随后等付款时 陈龙泰故意套出道宇的名字 然后一走出店外 他就立马打电话 叫人查一下罗道宇的身份 另一边的志言把爱玲约到一个咖啡厅 爱玲以为志言是想来开除自己的 却没想到志言非但不辞退她 反而给她加薪 其主要目的是让爱玲 当她的目击证人和线人 还有将据国际公司的内幕都告诉她 志言看她有些犹豫 立马说出一个 让她拒绝不了的薪资待遇 而爱玲一听到钱立马答应 随后志言还问她会不会开车 爱玲为了这份高薪工作当然是说会的 可她已经好多年没开过车了 连驾驶证都要放声秀了 无奈的她只能先去练练车 却没想到车子放太久启动不了 于是她打电话给金本求救 让她教教自己 很快金本就开着一辆路虎过来 用这车来练耐可太高级了 然而好车却没有遇到一个好车主 对车技无比生疏的爱玲 直接把金本气得半死 这个女人半夜走在回家的路上 意外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 于是她谨慎的拔腿就跑 一路逃进了便利店 然后拨打了金本的电话 让她来救救自己 但没想到的是 跟踪她的人正是金本 原来金本为了锻炼爱玲的警惕性 和应对能力 才想到这个方法 而爱玲的做法也让金本很是满意 另一边的陈龙泰 已经查出道宇国情要员的身份 陈龙泰顿时感到有些吃鸡 与此同时 技术高超的道宇 也查出了陈龙泰的真实身份 原来 陈龙泰是一个名义上 已经去世两年的正人秀 金本分析 这是有人利用正人秀的 不法身份在做坏事 于是她决定亲自上门 和去国际打交道 金本也从志言口中得知 全次长还在紧盯提包店 所以不敢没有轻举妄动 紧接着 金本还叮嘱到 与要紧盯爱玲居住小区的所有人 只要一遇到可疑的人 就立马及时联系她 突然这时 金本想起不久前 看见凤扇美在和人约会的事情 便借着给三人补挂的理由 找到金项烈打探凤扇美的消息 而金项烈也毫不掩饰地 将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金本 然而此时的杀手K又再次出现 由于倦国际已经完全暴露 杀手K是听命于背后的大牢 现在是来将陈龙泰给杀掉斩讨不根 可没想到的是 被陈龙泰给逃脱了 杀手K也立即将陈龙泰逃脱的事情 告诉了神秘人 而神秘人却要他先处理掉公司里的报告 不要留下任何证据 而此时的陈龙泰一路仓皇逃亡 为了自己的安全 他扔掉了手机 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 随即他找到了爱玲 假借喝咖啡的名义将爱玲给绑架 然后用爱玲的手机给志言打了一个电话 说自己为了救下爱玲才导致他差点被杀 志言得知他的难处 向他保证一定会保护好他 不会让他受到一点威胁 但陈龙泰却表示自己有办法逃生 就是要志言在一个小时内到聚国际拿一个杀漏管 还用爱玲威胁了志言 很快志言就把陈龙泰和自己谈的条件告诉了金本 金本得知杀手已经现身 不愿志言置身危险境地 决定亲自去聚国际拿杀漏 并吩咐志言赶紧确认陈龙泰的位置 好快一步救下爱玲 很快金本全部武装 开着跑车就迅速赶往聚国际 全次长不要为难金本 但全次长怎么可能善罢该休 另一边的金本已经到达聚国际 一走进去发现里面一片狼藉 在密室里也发现了很多皮包散落的地 这个男人被敌人重重包围 但身为特种兵的他怎么可能会怕这几个小虾米 重拳出击将几人都打趴在地 接着立马驾驶自己的跑车一路逃亡 然而全次长则在后面疯狂地追捕 并吩咐手下利用卫星跟踪 很快金本开到了大桥上 却没料到全次长已经拦截在前面 金本顿时无路可走 无奈之下只好下车与全次长谈判 全次长奉劝他乖乖束手就擒 但金本则说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事情 等做完这一切后 自己就会亲自上门找他的 这时杀手K也出现了 金本健壮立马拿着沙漏飞身跳下桥 却没想到被杀手K打中了 另一边的盗宇利用爱玲手机定位找到了爱玲 看到爱玲被陈龙太绑架在一个废弃桥洞下 志妍立马让盗宇找到那个具体位置 随后帮助自己独身前往桥洞下抓捕 然而另一边的爱玲已经苏醒过来 他恳求陈龙太放了自己 但陈龙太正在懊悔自己当初对爱玲动了同情心 然而此时的志妍已经来到这里 拿着手枪出现在了陈龙太的身后 紧接着三两下就将他抓住了 就在回去的路上 志妍从盗宇那里得知金本被全次长控制在大桥上 顿时大吃一惊 害怕金本出事 于是立马赶了过去 却正好看到金本拿着沙漏跳入江中的营物 爱玲见状 立马奋不顾身冲到桥边 但此时的金本已经沉入江底 于是他赶紧开车调转方向 将车开到了江边 不假思索地直接跳入江中 在水里寻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了紧握沙漏却昏迷不醒的金本 而车上的陈龙太则趁机逃走了 随后金本就被爱玲带回了家 为了安全起见金本也不能去医院 志妍只好叫来自己的哥哥为他治疗 结束后志妍还叮嘱哥哥不能将此事说出去 紧接着志妍和道宇也相继离开了 而爱玲则开始细心地照顾着金本 这时爱玲想煮点吃的给金本吃 却发现家里酱油没了 于是叮嘱两个小孩照顾好金本叔叔 自己则出门了 可没想到的是 冰险狡诈的拳刺掌竟然来到了爱玲家 此时屋内的俊熙和俊秀正在家里 拿着自己的玩具和昏睡的金本玩耍 忽然听到门铃声 孩子以为妈妈回来了 于是赶紧跑上前为妈妈开门 突然这时 正好苏醒过来的金本听到外面的声音 立马阻止了俊熙 正好这时爱玲回来了 她发现全次长站在自己家门口感到很意外 也知道她此行目的 便立即找个机会将她赶走 爱玲看着她离开后 紧张的心情也终于放松了下来 在屋内的金本也跟着长舒了一口气 过后之眼打电话来询问金本的病情 在聊天过程中 金本才知道原来是爱玲救了自己 金本顿时非常感动 走出房门又看到爱玲为自己精心做了一桌饭菜 金本毫不犹豫地向爱玲表示谢意 但爱玲却让她别放在心上 之前她也救了自己一次 这次算偿还了 晚饭过后 金本提出要回自己家里 爱玲则说要带着孩子一起过去 金本顿时愣着 爱玲说这段时间一定要好好照顾金本 于是在金本家里 爱玲开始细心地伺候金本 还贴心为她准备一面鼓鼎 让金本有需要就随时叫她 此番举动让金本再次感动不已 半夜 金本在睡梦中看到了自己沉入江底的场景 被吓得惊醒过来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爱玲就在自己的眼前 两人四目相对 氛围瞬间暧昧了起来 这个男人凌晨五点醒来 拉开窗帘用望远镜查看外面的情况 镜意外发现小区内出现了多名黑衣人 此时的他才意识到自己和爱玲已经被人监视了 金本越发觉得不对劲 害怕连累到爱玲一家人 于是他决定趁爱玲出门时偷偷离开 另一边的陈龙泰现在就像一个流浪汉 到处躲藏 但杀手K并没有放过他 还在四处追杀他 陈龙泰为了活命只能仓皇而逃 生活囧阔的他还只能在垃圾桶里捡些衣服穿 然而此时刚买完菜回到家的爱玲 发现金本留在冰箱上的便利贴 艾玲看到后开始则被金本伤痛未遇 便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随即他走到金本的家里 看着这个灰暗却充满回忆的家 他不禁陷入了伤感 紧接着他还在房间里发现金本留下的手机 于是拿起手机跑去找志妍 并将金本离家出走的消息告诉了他 志妍得知消息后表示自己早已料到 然而爱玲则向志妍抱怨金本的悄然离去 志妍看爱玲如此在乎金本 便将金本的过去都告诉了爱玲 爱玲听完开始为金本感到心酸 此时他也猜到金本是为了自己一家才默默离开的 心里顿时非常失落 随后志妍去见了院长 将所有事情告诉了院长 院长分析出一直给志妍提供情报的人是金本 并得知金本手里藏有杀手杀害文成珠的视频 于是院长便叮嘱志妍一定要保护好金本 然而志妍疑惑自己调查 据国际的行踪如何会泄露 室友内奸一直在监视着我们吗 院长则表示是全次长一直在紧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调查了许多据国际的事情 志妍表示现在最重要的证人就是陈龙泰 一定要抓到他才行 为了让四处流浪的陈龙泰无处藏身 国情院下了通缉陈龙泰的命令 陈龙泰在大街上看见后匆忙逃走 害怕被抓 然而志妍从新闻上看到了陈龙泰的通缉令 也顿时感到很吃惊 另一边的爱玲刚下班回到家 就被陈龙泰跟踪 爱玲非常害怕 爱玲奉劝她去自首 但陈龙泰却跪下来哀求爱玲帮助自己 她不相信国情院的人 她要爱玲将一个纸条交给金本 现在的她 只相信被国情院追捕的金本艺人 爱玲看到陈龙泰落魄的样子 也同样有了侧影之心 给了陈龙泰一些前级用 这让陈龙泰顿时感动不已 而金本收到纸条后 立即开车去了情人公园 然而陈龙泰已经在公园 等了许久也不见金本过来 便给爱玲打了电话 爱玲则表示自己已经将此事告知了金本 她正在赶去的路上 可就在两人谈话时 陈龙泰身后突然出现一名警察 是杀手可以伪装的 她恶狠狠走上前捅了陈龙泰几刀 陈龙泰立马瘫倒在地 这时金本也恰好赶到 她看到陈龙泰坐在地上立马跑过去 陈龙泰看到金本的到来也不断求救 而金本也向她保证一定会救活她的 因为她这条命是关键证据 然而令陈龙泰想不通的是 她的行踪是如何泄露的 接着金本连忙将她送进了志颜哥哥的医院 好在抢救急时 陈龙泰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陈龙泰也将自己的所有精力告诉了金本 原来陈龙泰其实是两年前 潜逃出国的绝世诈骗犯证人秀 后来被一个黑帮组织利用 他们将陈龙泰改头换灭 转身变成了一个出身优秀的据国际代表 暗中帮他们做些跑腿的事情 得知情况后的金本提出 想要知道陈龙泰身后的大老板 但不知死活的陈龙泰却讨价到 要金本帮自己伪造身份 逃到一个新的地方 另一边的全次长的人 不分昼夜地在小区内监视着 居民建小区里多了两个奇怪的陌生人 连忙通知了申大姐 申大姐很快将他们给赶走了 随后申大姐还将此事告诉了爱玲 这事有人将偷拍金本 在妇产院的照片上传到了网上 所有人顿时大吃一惊 但只有爱玲知道金本是因为什么而去的 所以立马丢下申大姐他们 然后赶往医院 志妍也着急地跟了过去 很快他们便到了医院 爱玲和金本来到天台上聊天 爱玲告诉金本自己已经知道她的所有事情 表示自己很惭愧 一直以来都不理解她 接着还指责金本为何不辞而比 这让她很担心 金本也顿时被爱玲的这些话感动到了 此时的陈龙泰身体已经渐渐好转 志妍和金本便向她询问了句国际的事情 这时她突然说出了一组数字 这让金本顿时陷入了沉思 这个男人被一名警察从背后捅了一刀 立马瘫倒在地 好在被郑乔赶来的金本看到了 急忙将她送到医院抢救 而很快陈龙泰的身体也渐渐有了好转 志妍和金本便向她询问了句国际的事情 陈龙泰只说出了一组数字 金本立马分析出这组数字肯定和文成珠的死亡有关 接着陈龙泰还将句国际的一切活动规律 以及所属组织的事情都向金本说了出来 但陈龙泰表示平时和他们都是电话联系 他只记得神秘人的声音 并没有见过背后指使人的脸 这些话顿时让金本想起自己在波兰见到的联络点 这时陈龙泰问金本知道金色三叶草的网站吗 金本表示当然知道 这时陈龙泰告诉他魔法师塔罗牌的杀手代号叫做K 志妍追问他塔罗牌上出现的女使者会是谁 但被陈龙泰打断了 他提出要志妍将沙漏交给自己 他说要拿到沙漏再告诉他们 于是金本将沙漏里的U盘早已不见的事情告诉了陈龙泰 陈龙泰一听顿时愣住了 这怎么可能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沙漏里的U盘竟然是被俊西发现 他给当成宝贝拿走了 还拿着U盘在小朋友们面前显来 而小朋友们也不知道U盘的重要性 拿着他在地上肆意玩弄 没办法 陈龙泰为了活命只能老实交代 他把自己传送给那个神秘女人的东西 还有那个女人只说英语的事情都告诉了志妍和金本 金本询问他有没有看见过那个女人长什么模样 然而陈龙泰却说没有 志妍顿时感到非常失望 不久后爱玲就买了一部新手机送给金本 忽然志妍说出了金本的生日 爱玲立马回想起了冰箱上的数字 原来金本家的密码索就是她本人的生日 随后金本和志妍打算到巨国际再查看一遍 可就在准备去车库开车时 恰好被金向列看到了 她开始胡乱猜想一通 紧接着两人来到巨国际 看见满屋子清理过的痕迹 猜想有力的东西已经被人事先弄掉了 所以他们只好失望而归 另一边的陈龙泰监爱玲来了 疼得陈龙泰大声喊叫 爱玲也嘲笑了她一番 而此时的志妍正带着盗宇逛金店 志妍一走进去就询问服务员男士手势 盗宇以为他是要送自己 开始在那偷笑 但不曾想他是给金本买的生日礼物 盗宇顿时有些难过 随后志妍来到河边和院长碰头 他把自己找到金本和陈龙泰的事情告诉了院长 院长向志妍索要金本和陈龙泰的具体地址 接着志妍还将陈龙泰的条件书拿给了院长 院长叮嘱志妍此事只可告诉自己一人 还说自己一定会保护金本和陈龙泰的安全 可就在此时 在不远处已经有一双眼睛盯上了他们 晚上志妍回家时 发现有人在偷偷跟踪自己 顿时感觉到有些奇怪 另一边的凤扇美最近发现老公在外面偷吃 所以趁老公去洗澡的工夫 将手机给偷偷拿走 拿去给申大姐 让他们一起帮忙监听老公的手机 而就在凤扇美窃听老公电话时 意外发现里面竟然全程用英语沟通 但凤扇美对英语一窍不通 只好求助申大姐 哪知申大姐也遇到了难题 直接开溜了 一旁的金向烈和爱玲也听不太懂 只听出一句在小区餐厅街头的时间和地点 凤扇美一听立马急了 眼见时间来不及了 急忙杀了过去 恰好看到刚从丈夫车上下来的女人 凤扇美再也抑制不住 立马冲上前扯住了女人的头发 接着两人就开始纠缠在一起 当凤扇美质问女人 为什么会和自己的老公在一起时 女人却说出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凤扇美顿时傻眼了 自己完全听不懂 只好向申大姐救助 但申大姐也听不懂 就在他们举足无措之时 申大姐的女儿舒贤恰好放学回来 舒贤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正好听得懂 于是当起了两人的翻译 凤扇美从舒贤口中得知了 那女人是丈夫应聘的一家美国公司猎头 她是准备来用高薪挖走老公的 凤扇美见状后悔莫及 这下惹事了 开始对女人道歉 但女人并没有搭理她 回家后 凤扇美将此事向丈夫表达了歉意 哪知道丈夫竟然没有怪罪自己 反而叮嘱自己明天没事不要出门 凤扇美也并未多想 只是沉浸在老公要高声的欢喜中 而另一边的志妍来到防暴所查探消息 化验师告诉志妍 现在出现了一种被人处理过的变异细菌 效冠状病毒 死亡率达到90% 目前没有任何疫苗或药物科抵制 志妍得知此事顿时大吃一惊 接着志妍回到皮包店和道羽说起此事 一旁的爱玲听到里面一个词语非常耳熟 她想起在窃听凤扇美老公李哲胜电话中提到过这个词语 于是立马将窃听内容给志妍和道羽带了过来 从录音里面道羽和志妍得知 这是一个正在秘密进行试验的生化武器 并得知这一武器将要进行第二轮的投放 两人顿时吓傻了 志妍只好让爱玲索要李哲胜的电话 开始跟踪了李哲胜的手机定位 结果显示李哲胜现在正在新田小学 而这个小学正是小区孩子们读的 爱玲也立马傻眼了 因为今天早上她拜托了金向列带两个孩子 到新田小学参加一个国家保健厅举办的一个全民保健会 惊慌失措的爱玲撒腿就往学校跑去 而志妍也把此事告诉了金本 志妍将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她 分析出这是有人在利用病毒制造生化武器 进一步危害社会 得知暴徒正要用病毒危害学校 金本得知后立马撒腿就赶了过去 此时的新田小学礼堂里 保健部长正在演讲 家长们和孩子们也很热情 可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女人 她就是和凤扇美揪头发的女人 她也是这次本次的杀手力 她来现场确认目标后 就命令李哲胜带着生化病毒来到了空调地下室 安放定时炸弹后 他们就准备离开了 这时爱玲也立即给申大姐打电话 让她带着礼堂所有人一起快速离开 而志妍也联络了保卫人员 让她赶紧保护部长撤离 金向烈听到申大姐和爱玲的童话 意识到事情很严重 立马跑去敲响了警银 迅速疏散了众人 然而本来准备离开的杀手 未听到警银后 半路又折了回来 她看到所有人都在撤离 顿时怒火冲天 直接朝猎杀目标部长扑了过去 还拿出一根针管 想要趁机杀掉她 好在关键时刻 志妍出现救了杨部长一面 并开始和杀手打坐一团 而另一边的金本也带着工具 一路狂奔到了地下室 很快便找到了炸弹定时器 当她准备解锁 李哲胜却突然现身偷袭金本 但很快金本就将她打倒了 金本迅速拿出工具 开始给盗鱼打电话 让盗鱼指示她该如何拆解 但此时的盗鱼也看不出门道 金本无奈只好堵了一把 随便捡了一根 幸运的是 定时器最终停止了 这次灾难也终于解除了 金本害怕被警察发现自己先逃走了 很快警察就全部武装来到现场 而金本离开现场后 找到了正在庆幸劫后余生的爱玲和孩子们 孩子们看见金本开心不已 拉扯着金本 想要让金本回家住 金本安抚了孩子后 也和爱玲聊了几句 便要离开 但孩子却不让金本就这样走 执意要和金本亲密一番 金本便答应了孩子们的要求 然而并不止于此 金本也同样对爱玲做出了这个动作 爱玲顿时被金本的举动吓了一跳 当场愣住 痴痴地看着金本慢慢离开 还表现得一脸娇羞的样子 然而此时的案子已经告一段落 志妍也准备将两名杀手抓拿归案 一边盯着武警压着两名一番收队 一边将杨部长的消息告诉了金本 可就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李哲胜就在志妍旁边 被直接抱头了 就在志妍困惑之时 杀手V也被射杀了 场面一顿混乱 而这一切都是组织上得知两人行为失败 就将其产草出根了 志妍见状十分气愤 虽然没有造成灾难 但人们对杨部长拒绝病毒疫苗的事情 哗然一片 金本和陈龙泰从电视上看到消息后 陈龙泰告诉金本 这就是组织的一大策略之一 很快志妍也将这一切汇报给了院长 院长得知陈龙泰也认识杀手V 便叮嘱志妍要迅速将金本和陈龙泰以往密室保护起来 接着院长还质疑志妍的消息来源 志妍只好将道宇私自窃听李哲胜电话的事情告诉了院长 院长叮嘱志妍不要将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而李哲胜是凤善美的男友 爱玲为了保护凤善美 没有告诉他李哲胜是个杀手 还被凶手当场击杀了 而是让道宇合成了李哲胜和杀手V私奔的照片 凤善美看见后大哭一场 爱玲等人见状赶紧上前安慰 突然这时 申大姐和金向烈开始质疑爱玲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爱玲顿时不知道如何解释 只好随便找个借口搪塞过去 紧接着金向烈又想起了金本在妇产院的事情 爱玲只好继续编 让他们信以为真 另一边的老狐狸全次长拿到了李哲胜的手机 从上面检查到了爱玲等四个人的指纹 全次长顿时感到非常奇怪 便向手下询问袭击现场的情况 而手下也将现场的质言和盗宇处理恐怖事件的消息告诉了全次长 全次长一猜便知这一切都是逃死搞的鬼 而此时的陈龙泰已经居无定所 只要一出现就会遭到组织上的追杀 所以只能先暂时和金本住在一起 但生性多疑的他还是不肯向金本透露半点信息 任凭金本如何劝说都不愿说出藏包的地方 无奈之下 金本只好威逼利用 陈龙泰才开始有所顾忌 而爱玲担心金本会出事 便给金本打来了电话 哪知道被陈龙泰听见了 陈龙泰顿时感到很不舒服 于是又开始搞事情 金本见状立即挂断了通话 然而此时的全次长已经派人跟踪了致言的通讯记录 发现了金本住的地方就在爱玲的对面 于是他立刻赶到了金本的家 进去后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就在他恼火的时候 发现了地上的小孩玩具 全次长顿时明白 像是猜到了什么 于是突发奇想了一个抓捕金本的好办法 这个女人一回到家 就发现邻居家的门开着 女人心想难道是禁贼了吗 于是带着好奇的心态悄悄走进来查看 却发现了全次长等人 于是他急忙走进去质问他们为什么在这 但全次长却反咬他一口 说爱玲好大的胆子 居然故意窝藏罪犯 接着还想起了金像猎等人的谈论 于是立即吩咐手下将爱玲给抓走 很快他便把爱玲抓紧了审讯室 质问他金本的下落 然而爱玲自然不会交代金本的一切 全次长见状只能先打电话给质言 用爱玲威胁质言通知金本前来自首 质言无奈 只好拜托院长前来和全次长交涉 但狡猾的全次长全然不顾 连院长的面子都不愿意得 声称自己是以窝藏通缉犯的理由抓捕爱玲吧 院长距离力争 但全次长却以金本作为释放爱玲的交换条件 质言得知情况后 只好将爱玲被抓的消息告诉了金本 金本知道全次长这么做就是为了诱补自己 便先让质言想想办法 而一旁的陈龙太表示 他知道组织上的心狠手蜡 所以担心爱玲会有生命威胁 金本见状 只好通知质言执行第二套方案 于是在第二天 金本就按计划大大方方走进了国情院 让质言亲手抓捕了自己 而全次长见到金本的出现也非常得意 此时的爱玲也走了出来 看到金本为了自己自投罗网 心里满是愧疚 而陈龙太得知金本自首的消息后 开始感到有危机感 晚上 质言来到牢房看望金本 告诉他明天要将他送往二三 金本得知后也并未做出什么 直到天亮后 金本被武警压上了警车 一路上 金本满脑子思考着院长为自己安排的逃走路线 可突然意外却发生了 路上再有金本的警车竟然爆炸了 我天 然而身后的全次长却满脸得意 随后质言来到院长办公室 将此事告知了院长 院长表示非常遗憾 并一直安慰着质言 质言开始怀疑金本的死亡是全次长故意的 另一边的俊秀和俊熙 在金本家饲养的两条金鱼意外死掉 爱玲得知后开始感觉到心中不安 这好像在预示着什么 她开始有些担心金本 第二天 爱玲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将死去的金鱼去埋了起来 然而自从恐怖事件发生后 老百姓便对疫苗很是尊崇 杨部长不得不引进KS生产的疫苗来贫复百姓对病毒的恐慌 而此时的陈龙泰正在家里看新闻 突然质言走了过来 将金本遇难的事情告诉了他 陈龙泰顿时大吃一惊 他也不希望金本会这样死去 接着质言告诉他 要将他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此时的陈龙泰也质疑质言保护自己的能力 但质言坚定告诉陈龙泰 院长现在就是他的保护伞 并希望陈龙泰无论如何都要帮助自己查清真相 更要还金本一个清白 质言说完就离开了 而陈龙泰坐立不安 他想起金本对自己说过的话 心里也开始有了一个决定 另一边的艾琳为了感谢邻居们对自己的照顾 专门给大家做了一大桌菜 供大家开心品尝 下午艾琳照常来到店里上班 他一走进之言和道语身边就感觉到不妙 气氛异常沉重 接着质言就满含泪水地告诉艾琳金本死亡的消息 艾琳当场愣住了 根本无法相信 质言只好将昨晚的事情经过都告诉了他 艾琳顿时一脸绝望 紧接着艾琳失魂落魄地回到金本家里 看着屋里满满的回忆 艾琳不禁哭了出来 本以为有了金本之后生活会慢慢好起来 却没想到两人就此分隔两世 这一切犹如魔术一样在艾琳生活里忽然消失不见了 艾琳躺在沙发上痛哭不已 紧接着艾琳在几周岛找了份咖啡店的工作 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 开始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渐渐好起来 另一边的质言发现陈龙太不见了 原来陈龙太是不愿相信质言能保护好自己 所以独自偷偷离开了 很快质言将这一消息告诉院长 院长顿时陷入了困境 这天艾琳接到了一份送外卖的活 然而此时的店里无人能出去外送 无奈之下艾琳只好亲自前往 很快艾琳根据地址来到了海边 她缓缓走进客户的身边 惊讶地发现那个人竟然是金本 她竟然没死 这个女人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感到十分吃惊 因为前不久金本已经被炸死 所以此时艾琳以为自己在做梦 金本看着眼前自己心爱的女人 立马跑上前将她抱进怀里 随后两人来到了咖啡店 艾琳急切询问金本怎么回事 金本才将自己逃走的经过告诉了艾琳 并告诉艾琳自己逃走后 第一个想要告诉的人就是艾琳 艾琳听后心里温暖肆意 紧接着艾琳将金本带回了家里 孩子们一见到金本立马来了精神 而艾琳父母面对金本的到来 感到有些意外 可听到艾琳说金本之前一直帮助她时 顿时非常热情 接着还一直挽留金本留下来吃完饭 金本表示很不好意思 但父母的热情和孩子的极力挽留 金本只能不好挽拒地留了下来 随后艾琳和妈妈商量着去摘点海味回来 在路上妈妈告诉艾琳 看金本人还不错 艾琳也笑着点了点头 这让妈妈顿时明白了女儿的心思 另一边的总统秘书长尹上春 约见了杨部长和全次长 他们是准备商讨这次反恐事件的 他大赞两位长官的办事能力 这也让全次长十分得意 晚上艾琳和妈妈做了满满一大桌子加油 一家人其乐融融 金本也很快融入到了这个大家庭 吃得很开心 晚餐后 艾琳爸爸见金本勤快能干 表示很喜欢 便极力挽留他在家里过夜 还说明天一早可以起来到海边看大海 但金本担心暴露行踪 连累艾琳一家 可父母极力挽留 他也只好留了下来 另一边的陈龙泰此时已经无路可走 便又来投靠了组织 他希望用手里的证据 能换取自己的一条生路 哪知道背后的大佬根本不愿见他 只是派了个跟班和他约谈 那人叮嘱陈龙泰 记住自己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了 随后给了陈龙泰一部手机 要他随时等候老板电话 金本带着艾琳和孩子们到海边看日出 金本害怕他们着凉 细心地为每个人都买了羽绒服 艾琳为此感到很感动 随后一家四口就开心地来到海边玩耍 过程中金本和艾琳聊起自己的生活 感到很失败 但金本却鼓励他要振作起来 并说自己一定会一直陪伴着他的 这些话顿时让艾琳感到很温暖 金本还说自己一定会将坏人绳之以法 不久后 金本再次跟踪道羽来到了密室 道羽看见死而复生的金本瞬间愣住 简直不敢相信 而志颜也同样激动 一边抱着金本痛苦 一边向金本哭诉着自己的担心 还说现在国王的背包计划也被迫中断了 接着志颜询问金本是如何逃跑的 金本才一五一时说给他听 并告诉志颜要救自己的人和要杀自己的人都隐藏在暗处 需要一个个去寻找出来 另一边的艾琳决定将首尔的房子卖掉 打算长期居住在父母的身边 这天 他接到了中介的电话 便独自回到了首尔 而申大姐这边从冰箱里拿东西使 发现了调皮的儿子竟然将爱心铁贴在了冰箱里 他随手贴在了餐桌上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爱心铁 就是金本寻找了好久的窃听器 紧接着申大姐请工人帮儿子换了张新床 可就在他收拾房间时 意外发现了一个U盘 申大姐顿时感到很奇怪 于是便将她打开看了一下 没想到里面竟然是杀手K杀死文成珠的视频和爱玲家的资料 申大姐震惊不已 并一眼就认出了杀手K 得知这一切的她 立马给爱玲打了电话 爱玲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即将申大姐约到自己的家里 另一边成龙泰司机一直悄悄躲在杀手K的出租屋里 此时的杀手K也一直在监听着爱玲那边的动静 却毫无消息 可就在这时 司机无意间拨弄着窃听频率 却没想到被杀手K意外听到了申大姐和爱玲的通话 杀手K害怕U盘被曝光 于是连忙带着枪杆去找申大姐 而爱玲此时也赶紧打电话和俊熙确认U盘的事 俊熙说那天去申大姐家U盘就不见了 这时爱玲也猜到那就是金本一直在沙漏里寻找的东西 爱玲思前想后将事情联系了一遍 惊奇地发现丈夫的死可能不是意外 于是他把腿就往家里跑去 另一边的金本回到家里 发现自己的爱车不见了 他连忙打开藏有武器的密室 发现武器都在 这才松了一口气 接着他拿起一把手枪装好子弹后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悄悄走了进来 急忙持枪冲了出去 把枪对准了那个人 然而此时的杀手K也已经来到小区里的车库 申大姐带着U盘也在往爱玲家里赶去 却没想到在半路被文讯赶来的杀手K给拦截打晕了 杀手K将皮包里的东西倒在了地上 正巧从里面找到了U盘 于是给拿走了 而爱玲也恰好这时赶到了 发现了晕倒在路上的申大姐 顿时吓了一跳 接着立即呼救报了警 并迅速将申大姐送进了医院 而此时的金本也将枪对准了陈龙泰 他质问陈龙泰将自己的笔记本和资料带去哪 陈龙泰则开始向金本解释说 自己是想好好做人 所以才将他的笔记本和资料送去给组织 从而获得组织上的信任 趁机将这团伙一网打尽 金本听了陈龙泰的计划后 对陈龙泰的勇敢大为赞赏 另一边的申大姐也从医院醒来 好在并没有什么大案 可当她想从包里拿出U盘交给爱玲时 发现包里的钱包和U盘都不见了 申大姐一度认为自己真是遇到了强肥 紧接着爱玲翻出文成珠的照片 让申大姐辨认杀死文成珠的人 是否就是杀手K 申大姐看到后立马点了点头 确定就是这个男人 爱玲大吃一惊 接着叮嘱申大姐不能将此事告诉第二个人 否则会遭到杀身之祸 申大姐听了胆战心惊 而此时的爱玲还在担心U盘会不会掉在半路上 便又回到申大姐出事的地方查看 可是没有一点U盘的影子 于是爱玲给志颜打了电话 志颜得知这个情况后 立即让爱玲到密室去一趟 爱玲很快到了密室 开始将自己丈夫死亡的假设说给志颜听 志颜也打算不再隐瞒 直接将丈夫的死亡原因告知了爱玲 爱玲得知真相后立马失声痛哭 她责备志颜为何不能报警 替丈夫报仇血恨 志颜见一向坚强的爱玲得知真相后 竟然哭得一塌糊涂 不禁替爱玲有些难过 她红着眼眶告诉爱玲 报仇的是有精本和自己就好 叮嘱她一定不能轻举妄动 但很明显 爱玲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这个女人哭了 得知丈夫的真正死因后 她失声痛哭 她看着手里的全家福 相框里安静美好的一家人 因为一场阴谋从此阴阳两个 志颜担心爱玲受不了打击 害怕她会做什么傻事 于是连忙打电话告诉了精本 将事情原委说给她听 精本得知情况后迅速跑到了爱玲家 走到门口时 她听到了爱玲惨淡沉重的哭泣声 便又放下了想要敲门的手 默默在爱玲家门口守了一整夜 直到第二天 爱玲准备出门时 发现了门外的精本 感到抱歉 爱玲也表示理解 接着她还希望爱玲去记周岛平静的生活 不要再进入到这个危险的世界 报仇的事情由她来做就行 但从爱玲的眼神就可以看出 爱玲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另一边的院长此时还以为精本牺牲了 跑去问责押送精本的全次长 他让全次长尽快找出害死精本的人 但全次长却不为所动 并变称抓捕精本只是为了自己的情报 杀死精本根本不是自己的目的 接着还开始指责其院长 为什么一开始不将精本交给她 另一边的精本分析 申大姐家里肯定有一个自己 许久未找到的爱心窃听器 于是便派了盗宇去偷偷给拿走了 危机才暂时接触 而成龙泰也找上了爱玲 她是为车证日的事情向爱玲道歉 爱玲听完十分愤怒 怒斥她只有为丈夫报了仇 自己才有可能原谅她 然而成龙泰也立即向爱玲保证 自己一定会将坏人绳之以法 随后爱玲一走出咖啡厅 就遭到神秘人的偷拍 而咖啡厅内的成龙泰 也接到了精本的电话 精本将她叫到了密室 开始和她商量接下来的计划 他们打算利用皮包的事情 提出见组织里大佬一面 经过一番安排 幕后人大佬终于决定见成龙泰了 随后盗宇将自己研发的一款 带有监视器的眼镜送给成龙泰 于是很快成龙泰就戴上 这副眼镜前去赴约 成龙泰来到一家料理餐厅 他鼓起勇气敲响了包间的门 当他打开房门时 看到里面坐着的神秘人 而透过监视器的画面 致言和精本也看到了他 顿时大失一惊 原来这大老板的身份 竟然是总统秘书市长尹春赛 接着陈龙泰坐了下来 从西装里拿出一把车钥匙 并主动说皮包藏在汽车后备箱的事情 还向他表明自己想要投诚的意思 更希望自己能再次被以市长所谓 但尹春上听了却冷笑了几声 紧接着他还拿出杀手 可以夺回来的杀人视频 恶狠狠质问陈龙泰 此时的金本害怕陈龙泰有危险 便匆忙赶了过去 而尹春上开始对着陈龙泰凶向毕露 陈龙泰闻听不动声色 尹春上见状立即敲了敲桌子 示意屋内的杀手K可以出来解决掉他 可突然这时 陈龙泰告诉他 自己手上有金本的瑞士银行保险箱钥匙 尹春上一听立马示意杀手K别轻举妄动 杀手K这才收手 注意看 这个男人假扮成一名服务员潜入餐厅 一栋餐桌下还藏着一把枪 他正准备闯进去解救陈龙泰 却没想到陈龙泰突然走了出来 随后两人来到江边 陈龙泰告诉金本自己刚刚快被吓死了 一直强装镇定 金本则递给他一杯咖啡压压惊 接着陈龙泰询问金本关于瑞士金库的事情 但金本却不想回答 而志言也听到了金本有瑞士金库的事情 觉得金本隐瞒自己太多事情 他气愤地吩咐到 要尹快查出影视长的所有资料 还有金本在瑞士金库的事情 很快金本便回了家 还给爱玲特意带了一杯奶茶 放在他的家门口 希望能够给予他一些温暖 第二天一早 爱玲起床后刚收拾好家里 便听到了门铃声 于是立即打开房门一看 发现竟是志言 爱玲对他的突然到访感到很意外 但志言却说自己有事相求 原来道瑜已经将尹市长给调查清楚了 他告诉金本想要知道尹市长的一切重要信息 就得去他的家里 因为他将所有的秘密都藏在家里了 然而现在最令他们头疼的是 尹市长对家里的保安系统防范做得非常强悍 连一只苍蝇都很难飞得进去 所以现在志言只能从侧面入手 恰好得知尹市长家里正在招聘佣人 而且志言还了解到尹市长家里的首席管家安多静 也是一个身份神秘的人物 他怀疑安多静可能是那个暗杀组织里的骨干人物 所以他才来找爱玲帮忙 他觉得爱玲可以假装成佣人潜入尹市长的家 并和志言来一个理应外活 然而爱玲一听到可以为自己的仗子报仇 也立即答应了他 决定到尹市长家里应聘帮拥 于是等志言走后 爱玲就立即打电话给申大姐 将此事告诉了他们 让邻居几人帮助自己全面了解安多静这个人 很快申大姐便给众人安排了一个生情并茂的演讲 但听了半天 爱玲依旧一头雾水 而另一边的金本听了道宇和志言的叙述 分析安多静可能在国外受过特种训练 便叮嘱志言要找到一个训练有素的人 到尹市长家里做内蒙 志言知道瞒不住他的 于是将爱玲答应帮忙的事情说了出来 金本听后非常生气 表示不同意让爱玲卷入这场纷争 还说俊熙俊秀失去爸爸已经够可怜了 不可以让他们再失去妈妈 说完金本就气愤地离开了 徒步走回了家 恰好经过一家图书馆 想起了景言第一次执行任务紧张的神态 金本不想让自己亲爱的人再次陷入危险离开自己 晚上金本独自坐在小区 恰好遇到刚买完菜回来的爱玲 她看爱玲买那么多菜 立即伸手帮她提回了家 到家后 爱玲将两个孩子给金本准备的生日礼物拿给了金本 金本看到非常开心 开始想念起两个孩子 接着金本询问她为什么买这么多菜 爱玲则借口搪塞过去 接着金本一边帮爱玲包算 一边询问爱玲工作的事情 爱玲不希望金本担心自己 便对金本谎称自己找到了一家餐厅工作 金本提出要去餐厅探望爱玲 爱玲顿时紧张地不行 急忙找借口推掉 然而此时的金本还不知道 爱玲即将和智妍展开一项秘密行动 你一定想不到这个家庭主妇竟然要去当间谍 她一早就起来精心打扮一番 在智妍的安排下 独自跑去影视长家里应聘 然而这次来应聘的人一共有三人 安多静则作为面试官 她的不苟言笑和城府心机让爱玲正经危作 突然安多静要爱玲将头发绑起来 爱玲则谨慎地将耳朵里的窃听器给拔掉 好在成功逃过一劫 经过一轮严格的面试和比赛 爱玲终于成功地留在了影视长家里 爱玲顿时非常开心 对安多静表示十分感谢 接着安多静让爱玲下周开始过来上班 并告诉爱玲 太阳下山后 家里的安保系统便会自动启动 于是 她将爱玲从小门送了出去 并简单叮嘱了她 以后日落之后就从这里离开 随即爱玲一面流星路途 一面悄悄离开 威胁金本的筹码 顿时感到有些吃惊 就在爱玲紧张无措之时 耳边传来跟踪人的声音 爱玲一听 顿时瞪大了眼睛 紧接着一把枪就顶在她的脑门上 爱玲立即吓得不敢乱动 原来是金本 她为了让爱玲体会做卧底的真实感受 便一路跟踪过来与爱玲假戏争作 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体验 而这场体验也把给爱玲吓傻了 但金本格表示自己会好好保护她 不会让她再遭受到任何伤害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她开始拉着爱玲锻炼 希望关键时刻能够帮助到她 另一边的志妍去见了院长 院长叫志妍停止一切计划 但志妍不肯就此放弃 并拜托院长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 院长思考了一番后 还是答应了 志妍临走时 院长借着全次长的名义 向志妍试探金本的瑞士金库的事情 志妍听后顿时慌了神 并说自己也不太清楚 而此时的院长也意识到志妍可能有事瞒着自己 而志妍出了院长事 也对院长的话起了疑心 另一边的影市长担心夜长梦多 便迅速连弃陈龙泰 利诱她一起前往瑞士 取出金本金库里的东西 而陈龙泰见老狐狸要上钩了 立即通知了金本 就在金本准备去找陈龙泰时 门铃却突然响了 金本谨慎地走上前透过猫眼看去 发现是邻居们 深大姐他们拿着一堆食材 说要到金本家里聚餐 还一起叫来了爱玲 然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来八卦金本和志妍的关系 金本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只能谎称志妍是自己的同门师兄妹 将深大姐他们成功忽悠了过去 而密室里的道宇将志妍拉了出来 他们像一对小情侣一样漫步在公园里 突然这时 道宇发现志妍头上有点东西 伸手就要替她拿下来 接着道宇还将自己分期付款购买的项链 戴在了志妍脖子上 这一刻志妍害羞了 仔细看 这可不是一副普通的眼镜 它是一部监视器 道宇将她送给爱玲 让她随时带着方便他们监视 但爱玲却担心安多静的细心多疑 提出只有需要的时候 自己才会佩戴 金本则非常担心爱玲安危 叮嘱她一定要小心 必要时可以直接卸任 第二天 爱玲就来到影市长家里正式工作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安多静为了影市长的安全 竟然安排爱玲做了帮厨 并规定了爱玲的活动范围 不得超过厨房 包了一天大蒜的爱玲 见自己深入虎穴却无能为力 开始感到失落 而通过监视器看到爱玲视角的金本和志妍 也这样盯了一天 顿时哭笑不得 随后爱玲见四处无人 悄悄将监视器安在吸尘器上 可突然这时安多静出现了 对爱玲关注吸尘器的举动很是奇怪 于是将爱玲拉回了厨房 让她包了一天的香葱 而志妍几人也是一直盯着 好在功夫不负有新人 终于等来了安多静打扫卫生的时间 志妍等人顺着监视器进入了影市长的书房 从书房里看见了一个德国进口的保险柜 道宇和金本看出保险柜的先进 判断保险柜里一定藏有不可见人的秘密 于是道宇拉近距离拍摄下了保险柜的型号 道宇确定保险柜型号后 便去找了发明家蒲医生借开锁工具 他和蒲医生聊天时 得知蒲医生研究的爱心铁监视器并没有被开发 却被人暗中利用了 很是奇怪 道宇叮嘱普医生为今天借工具的事情保密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道宇前脚刚走 全次长便从一旁出来 拦住了蒲医生 另一边的影市长打算这个星期带着陈龙泰到瑞士去 然而志妍等人决定利用这一天到影市长家里窃取保险柜 众人商议后 金本提出亲自到影市长家里开保险柜 志妍质疑保险柜里的重要信息可能并不多 但陈龙泰告诉直言 保险柜里装有影市长行贿国家政府要员的实名制名单 几人听完立马来的精神 快速制定了一套方案 很快到了第二天 爱玲根据安排 提前减断了影市长家里的网线 再让金本假扮成维修工趁机混了进来 但安多静坐是多以诊意 不肯让陌生人进入室内 所以金本只能使用美男静 成功俘获了安多静的心顺利流了下来 很快金本维修好一楼大厅里的电视后 便找了借口想要进入二楼书房 看安多静没有任何动静 金本只好再次使出美男静 让安多静自动带着金本进入书房 就在金本维修电脑时 爱玲听到了暗号 在室外趁机做出了大动静 引得安多静连忙出去查看 而金本则趁机快速窃取保险柜 另一边的全次长逼问了浦医生 最后得知到与从浦医生手里 借走了17号装备 可又无法猜测志颜的动向 便趁机将此事告知了院长 院长开始对志颜心生怀疑 觉得志颜有更多的秘密瞒着他 于是他独自来到了密室 在桌上看到了金本的笔记 分析金本根本没有死亡 接着给志颜打了电话 通知他回来向自己汇报 志颜听后立马和金本商量 金本则让他先回去应付 与此同时 正在带陈龙太前往机场的影视长 接到了一通电话 顿时急了 立马吩咐司机迅速掉头赶回家里 而陈龙太监情况不妙 也迅速偷偷发出一条信息 可这一幕恰好被司机看见了 然而此时的金本 终于取得了影视长的指纹 顺利打开了保险柜 并从中发现了那份名单和优盘 可就在准备查看其他文件时 保险柜的警报器响了 惊慌失措的他迅速将资料 和优盘装进工具包内准备离开 可不幸的是 恰好被安多镜装剑了 但却被金本直接打晕了 随后金本一路逃跑到了二楼窗口 这时也恰好爱玲赶到 迅速来到室外接应金本 突然金本在窗户上看到 正要向爱玲动手的杀手K 于是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解救了爱玲 随即两人一起逃走 躲进了灌木丛后 这时爱玲才发现金本的胳膊受伤了 顿时吓得惊慌失措 金本让她冷静下来 接着告诉爱玲 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工具包 爱玲点头硬下 接着一边哭一边从小门逃离了影视长家 然后金本则开始和杀手K打成了一团 由于金本受了伤 根本打不过杀手K 很快被杀手K打倒在地 陷入了危险境地 就在杀手K将要用手枪结果金本性命时 全次长闻讯赶来 一枪直接打中了杀手K 成功救下了金本 而杀手K受伤后也趁机逃走了 全次长剑倒在地上的金本渐渐昏迷 赶紧吩咐人叫来了救护车 而另一边的志言和盗鱼港 唯觅是向院长汇报金本活着的事情 院长听后十分生气 狠狠地责骂了志言一顿 就在这时 院长接到了全次长的电话 是金本被送去了医院治疗 志言和盗鱼一听当场愣住 随后他们一起匆匆赶到医院 志言一见到全次长就跑上前指责他 质问他为什么要处处针对金本 但全次长告诉他 自己从来没想过要除掉金本 并且害金本受伤的人不是自己 是另有其人 志言一听立马想到了肯定是杀手K所为 接着志言还追问全次长 是怎么知道他们的行动的 只见全次长神秘一笑 趁是有人提供消息的 接着全次长边走还边叮嘱手下 要彻查医院的每一个病人 看看受伤的杀手K会不会来治疗 然而下一秒 全次长就给一个神秘人打了电话 约他出来见上一面 此时的院长见志言非常担心金本 便安慰他一下 随后志言来到金本的病床前 看着昏迷不醒的金本 顿时想起了爱玲的安危 便赶紧给爱玲打了电话 然而此时的爱玲已经躲在家里了 志言也告诉爱玲金本已经脱离了威胁 爱玲听后才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志言还叮嘱爱玲一定要待在家里 不要外出以防有威胁 然而爱玲不放心金本的伤势 执意要去探望金本 志言无奈只好答应他 另一边刚回到家的尹村上 发现一份机密文件不见了 顿时勃然大怒 接着他匆忙给下边的人打电话 命令手下立刻找回文件 然而此时的杀手K不敢到医院疗伤 只好独自在密室 咬紧牙关将身上的子弹取出 可才刚松了一口气 他就接到了上风责备的电话 上风担心他会暴露 命令他先去国外避避风头 剩下的行动交给杀手X去完成 听完上级的命令后 杀手K拖着受了重伤的腿想要离开 哪知道刚出门不远 腿上便鲜血直流 没办法他只好一瘸一拐 走进了附近的医药店 哪知道竟然被爱玲邻居发现了 并认出他就是那个杀手 他立刻将消息发到群里 申大姐看到手机上的消息后 便迅速带人赶了过来 这个男人准备逃走 却被一群妇女给拦下了 原来男人是一名杀手 他刚去药店买药至腿伤时 恰好被一个胖嫂认出来了 杀手K被众人拦住后顿时惊慌失措 正想拔枪反抗之时 突然被巡逻的警察看见了 无奈的他只好就此收手 于是一群人将他押进了警局 申大姐临走前 还在三要求警方一定要严惩杀手K 说完就带着众人气愤地离开了 然而此时的警察都为各自的琐事烦恼着 根本没办法去过多在意杀手K 于是将他搁置在了一旁 等警察处理完事情后 便想让杀手K拿出身份证查证一下 哪知道一转身 竟发现杀手K不见了 另一边的爱玲在志言的帮助下 成功假扮成护士溜进了金本的病房 他将金本拼命地来的工具包拿给了他 志言见状非常开心 而爱玲见金本并无性命之忧 便放心了下来 随即院长给志言打来电话 得知金本已经苏醒 并且还从志言口中得知金本 已经拿到引上春的犯罪证据 院长一听顿时脸色大变 便告诉志言 那东西的危险性极高 希望志言能将东西存放到自己那里 然而单纯的志言并未多想 直接答应了 另一边的全次长亲自约见了那个神秘县人 谁知那神秘人竟是陈龙泰 他才出陈龙泰来报信就是为了救金本 陈龙泰不明白全次长既然知道 为何还要坚持与自己见上一面 全次长见状询问陈龙泰 为何单单相信自己 陈龙泰称自己不认识院长 也不太了解他 所以只能找到你 接着陈龙泰将自己曾用卡罗牌试探过 全次长的事情说了出来 全次长见状 心中一惊 连忙向陈龙泰询问组织的内幕 陈龙泰便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全次长闻听大吃一惊 接着他叮嘱陈龙泰到金本的出租屋躲避一下 等陈龙泰离开后 全次长立即叮嘱手下调查一个三年前的身份 全次长拿着院长三年前伪造的芬兰出镜书来到了金本病房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心痛不已 他立声逼问金本 金本断然起身反驳 全次长便将伪造书拿给了金本 他告诉金本 出镜书的时间和金本预险是同一天时间 而当时没有执行任务的院长为什么会到芬兰去 金本一听顿时感觉到不妙 几人开始把怀疑对象放到院长身上 志言决定要用文件去试探院长 志言临走时 金本还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志言欣慰一笑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志言这次恐怖是回不来了 很快他便来到院长办公室 院长一见到志言就满怀大笑 并且夸赞志言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一定要好好嘉奖才行 说完院长就要伸手向志言索要在尹上春家里的文件 然而志言却犹豫了 他回想起院长之前 仅凭一个地址就知道是尹上春的住址 更加确信对他的怀疑 便试探性地询问院长和尹上春的关系 院长笑着说自己和尹市长根本不认识 但志言觉得这里头一定有猫腻 集中生智对院长谎称 自己慌里慌张忘了带东西 称要立刻拿过来 于是志言慌张走出办公室 心中忐忑不安 他想起那些频频断掉的线索 难以想象自己一向倚重的上司竟然是内鬼 志言身上不寒而栗 他匆忙走出国情院 开始给金本打电话 女孩当场晕死过去 电话那头的男人也顿时感觉到不妙 就在刚刚志言看穿了院长的心思 却不料院长也早于看出他的怀疑 于是暗中叮嘱人对志言动了手 趁机将志言的皮包带了回去 而金本一直认为是全次长在到处追杀自己 便不相信全次长 而全次长为了让金本相信 将上次护送车爆炸时 就过金本性命的警察带了进来 金本认出后 这才渐渐有些相信全次长的所作所为 全次长还告诉他 自己只想从他手里拿回那个U盘 从未想过要杀他 紧接着金本回想起三年前自己遇险时 曾经恍恍惚惚看到了申院长的背影 他还将凶手的三叶草扣子 一直紧紧握在手里 他向全次长询问这扣子的来源 全次长称这是他送给申院长的礼物 金本见状大吃一惊 顿时明白院长才是当年那个凶手 突然这时他想起了 刚刚说去试探院长的志言 害怕他有生命危险 所以连忙打电话给他 可此时的志言电话中断了 金本顿感不妙 于是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份文件 交给了全次长 并将里面的机密告诉了他 全次长健壮 便将自己的胸牌交给了金本 而另一边的院长 正在四下翻找志言的手提包 却发现里面并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顿时勃然大怒 连忙给尹春上打了通电话 将文件失踪的事情告诉了他 听到这里尹春上开始有些害怕 而金本也将志言出事的事情告诉了道理 道理根据手机定位找到了医院 静意外看到满头是血的志言 被送进了急救室 道理顿时伤心不已 另一边的金本已经来到院长办公室 看到院长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跑 他责问院长为何要如此对待中心不二的手下 院长狡辩说他们妨碍了组织的系统 便会有人想要铲除掉他们 金本听到院长的话顿时感到十分痛心 想要立即开枪打死院长报仇 却被紧急赶来的全次长说服篮下 原来全次长将文件送往了青瓦台 根据上级紧急命令 立即将尹上春和院长进行抓捕 但尹上春已经逃跑了 他告诉金本现在只有留住院长才能抓住尹上春 随后金本来到医院 看到盗鱼手在手术室外伤心欲绝 顿时感觉到心痛 不久后艾玲也赶了过来 他一听到致言受伤也立即泪流满电 好在致言的手术非常成功 现在只是处于昏迷状态 晚上金本回到家 看到了陈隆泰 陈隆泰询问致言的情况 金本便把手术顺利的消息告诉了他 并且叮嘱他 这段时间在家安稳休息 接下来会给他一个完美的身份 然而请他上庭作证 陈隆泰听闻后十分感激 而另一边的权次长 也恢复了金本的身份 让他暂时代理致言组长一职 将这件案件继续追查下去 而盗鱼也将致言拜托给了艾玲 向金本要求加入这场战争 他声称一定要替致言完成这次任务 金本拗不够固执的道理 只好答应了 随后他们一起查看致言的出事地点 意外发现开车撞致言的 竟是反恐组长普道勋 金本顿时惊呆了 得痴疮的人一定不能看这部剧 因为你会气得裂开 好不容易抓到贪污罪犯申院长 却在押送过程中又被逃脱了 金本得知这个消息后 连忙吩咐道宇用卫星跟踪 得知申院长等人逃进隧道后 便知道他们要利用卫星 无法跟踪的原理逃跑 金本顿时气愤不已 道宇的卫星跟踪也被迫中断 接着金本和道宇苦思冥想 金本分析申院长等人逃走之前 一定要找个地方藏起来 但道宇表示现在已经无法跟踪 总不能在全国范围内一家一家的找 无奈的金本给陈龙泰打了电话 想获得一些关于密室的消息 哪知道陈龙泰一无所知 就在两人发愁时 全次长带着蒲博士过来了 蒲博士告诉三人 他有办法追踪到申院长 接着就拿出一个箱子 原来他曾经送给申院长 一支带有定位器的圆珠笔 而申院长一直戴在身上 金本等人闻听 迅速打开追踪器 可是发现申院长根本没有使用过那支笔 追踪器没有被激活就无法跟踪 这下又白忙活了 金本只好叮嘱到与昼夜不停地追踪着 然而另一边的尹春上 却给陈龙泰打来了电话 约他谈瑞士金库的事情 让他在五点到中路三叉路口集会 此时的陈龙泰疑惑 难道尹春上还没发现自己的背叛吗 得知情况后他立即放下电话 跑去找和金本商量 他告诉金本几人 希望利用自己能找出申院长等人的藏身之所 金本担心是个陷阱 劝陈龙泰不要冲动 但陈龙泰称自己一定会找到密室所在 无奈之下 金本只好答应让他试试看 而道尹为了陈龙泰的安全 特意给了陈龙泰一个爱心窃听器 很快陈龙泰就按要求到了指定地点 拳次长等人也纷纷隐藏起来 暗中保护陈龙泰 可久久不见对方的消息 金本抬头四处观察地形 竟意外发现陈龙泰竟然身处一个绝佳的狙击地点 金本顿时醒悟 赶紧跑上前就要救他 可是晚了一步 陈龙泰刚一转身就被打中了 拳次长见状立即现身追捕狙击手 却一无所获 金本见陈龙泰慢慢断了气 心痛不已 拳次长等人见状心急如焚 原来申院长等人来到密室会见尹春上后 尹春上的手下将机票和路线告诉了两人 呈稍后会安排两人坐船离开 尹春尚不甘心自己被耍 便利用了陈龙泰使出调虎离山之计 吸引了金本和拳次长的目光 趁机逃往码头 众人正在紧张地抢救 受了重伤的陈龙泰 车上尹春上和申院长要过他身上的圆珠笔 给他写了一个电话 叮嘱申院长到英国后和这个号码联系 申院长见状非常满意 然而这也恰好被一直盯着追踪器的道语 发现了定位器的位置 他连忙跑下车告诉了金本和拳次长 金本立即迅速开车追踪 一直追到了码头 一看到对方的车辆直接撞了上去 申院长等人发现后 连忙吩咐手下拦住他们 自己则和尹春上趁机逃走 然而金本就开枪将一群手下给全部射杀 很快便追上了申院长他们 可在对峙的时候 院长突然掏出手枪挟持了尹春上 两人最后双双被捕 这一次 拳次长决定亲自押送两人到警局 将案子彻底给破了 然而破案后的金本并没有一点高兴的情绪 他心情沉重地站在原地久久不愿离地 一个月后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 金本和爱玲去祭拜了已故的陈龙泰 两人离开时 爱玲好奇金本的瑞士金库 询问他金库里到底有什么 这时金本还说那只是陈龙泰的一个保命手段 爱玲得知后感到十分诧异 接着爱玲告诉金本自己要去应聘新的工作 便拜托了金本继续做自己家的保姆 于是下午放学 金本就再次潇洒地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申大姐他们又一次沦陷于金本的魅力当中 纷纷上前献殷勤 随即金本就把两个孩子接回了家 看着两张天使般的面孔 金本开心不已 开始像之前一样和孩子们玩成一片 另一边的爱玲来到应聘的地方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紧接着爱玲惶恐地走了进去 发现办公桌后的人竟是全次长 爱玲吓得目瞪口呆 随即爱玲一回去就听金本说要出国执行任务 邻居们听后开始为他践行 然而几人聊天时 申大姐还把前几天他们抓捕杀手K 又被逃走的事情告诉了金本 金本和爱玲听后大吃一惊 因为只有他们知道杀手K是一名杀人如麻的人 怕他们听了会后怕 便将此事瞒住了 只是叮嘱他们在看见杀手K还是报警为后 不久后 志颜终于转危为安了 但双腿暂时还不能行走 道宇就每天陪伴着志颜在屋里溜达 第二天 爱玲将金本送往了机场 她叮嘱金本一定要平安归来 转眼间到了一年后 芬兰的街头杀手K再次现身 她穿过街道来到一处制高点 准备执行刺杀任务 却没想到金本已经在那等候多时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陈龙泰竟然没死 而是开了一个咖啡厅准备度过安逸的人生 原来一年前 陈龙泰经过抢救存活了下来 金本也为此帮他伪装了一个新的身份 让他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一年后的志颜也终于恢复了健康 还和道宇在一起了 两人从冰岛旅游回来 便到国情院复职去了 如今的国情院 已经是全次长的天下 全次长担任了申院长的职位成了全院长 而全院长还专门聘用起爱玲 帮自己打理皮包店 用爱玲来做后备力量 并且对爱玲认真工作的态度表示很满意 不久后 全院长就来到皮包店 此时的邻居们还以为 全院长依旧是某公司的会长 等众人离开后 全院长就给爱玲下达了第一个秘密任务 爱玲顿时激动不已 首次执行任务的爱玲紧张得很 晚上她来到一家咖啡馆 跟人接头后 拿到了一个礼品盒 紧接着爱玲又换了一身衣服 还去了一家寄存柜取了一个行李箱 带着行李箱来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 望着四处灯火辉煌的街道 爱玲忽然想起 金本曾经许诺自己要到南山 喝一杯莫及托的愿望 想到这里 爱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一个转身 净意外地看到了许久未见的金本 爱玲顿时湿了眼眶 金本缓缓走上前 询问爱玲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爱玲则笑着说一个人带孩子很累 接着爱玲问她事情都解决了吗 金本点了点头 接着两人打开了行李箱 看到了里面的任务单 还有一对戒指 原来这一切都是全院长故意撮合他们的 希望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两人各自将戒指戴上 顿时明白了这其中的运营